大家好 欢迎来到宇宇宙时代准备轻松了解创播精神的第二集 欢迎我们的会长 张维林博士和许志光博士 许志光博士是香港一间很大的研究院的九直科技总监 下面带领着数百位的专家团队 包括网络安全、大数据、区块链和密乱网的安全 有请两位博士和我们分享今天的精彩内容 由我开场白 多谢开明的介绍 元宇宙系列 这个是第三个系列 每个系列三个 第一个系列就是许志光博士讲了元宇宙 我都讲了元宇宙与时的三个 所以我们就是创播精神的三个 现在属于第二港 所以就是等于我们元宇宙系列的第八个港座 希望大家会继续修清 讲完三港之后 我们会开始做人工智能 人智能 与元宇宙 所以这个网下的三港就由我去主持 那就没法间足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创科 精神与元宇宙 那就时间交给虚博 OK 谢谢会长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看 因为刚才会长也说过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港的第二港 这就是我们上次第一港的论论 首先就讲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就是这个创科不等于科学 因为上次我们比较多讲 就是科学是什么科学精神 科学最近就要很严谨 要第三者很容易可以 重复它的结果 也都很容易验证它的结果 所以所有的科技产品 就很容易大量生产 给其他地方用到 但是我们也都可以说 就是科学 其实这个学术 只是这个生活上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是那个图 就是说 在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 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学问 科学只是其中一种 它很重要 因为它可以令到我们制造很多产品 但是就不是说全部 而科学和创科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创科有一个创主 就是说我们要创造一些企业出来 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商业社会 所以你看到创科 也有很多就是说 如何做这个商业的成分 但是当然 就不是说纯粹是商业的 也有很多 就是和社会慢慢发展的各方面有关的 总之来说 创科就是要利用科学的进步 来到改善我们的生活 就用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所说的地方 我们第一讲 将会很快上YouTube 到时大家可以重温我们第一讲 好 OK 那为什么元宇宙我们要讲这个创科精神 因为 无可避免元宇宙现在出现呢 因为它是需要很多的技术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说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 全世界人都要在这个技术那里发展呢 因为我之前的讲座 都不断讲一个问题就是 在整个人口结构里面 做科学家其实只可以一小部分 这是很合理的 例如律师、医生、消防员 每一个行业都只可以一小部分 但是现在元宇宙 需要有这么多的科技成份 在里面 那怎样可以大部分 不是做科学家的人 都会更加好些利用 这个元宇宙的成果呢 所以我就希望 所有的普罗大众各方面 不同的行业的人 都对这个科学和创科有多的认识 就是这样大家的发展才会更加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第一个讲 我们就讲了科学 现在我们就讲了创科 而创科 如果你问我 和这个就感的科研 一个科学的进步研究 有什么最大分别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或者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一个科技产品的生态系统 好了 接着我们就讲一些 通常都是的 因为有些故事讲 就容易讨论 同意商务长也容易讨论 所以我们就会讲一些 创科的故事 接着就会讲一下 譬如说 产业和商业的关系是怎样的 另外就是创科和社会 创科和知识 你也看到了 我有时候叫创科 是科创 我第一个已经讲了 就是我就不会分开这两个 有少少不同 但是我会当成一样东西 主要就是用科技来改善生活 当然 我们就回到最后我们的中心 就是说 因为创科和宇宙 最后就给了一个简单 今天的广告 现在这个时间 说创科 是特别有意义的 因为现在新一代 很多年轻人毕业 有很大部分是不想打工的 希望是创科 希望是创业的 那么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广告 其实应该应应应 不能是年轻人 还是年轻人的父母背 都应该了解什么是创科 好 好了 我们开始就是讲的 那个产业链 这个 这个 因为现在的科技 就太过 太过重要了 很多东西都说到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这些就是我们大概 讲的一个产业链 其实产业链的意思就是 很多间不同的公司 一间公司的产业链 就是给第二间公司用 一路做下去 最后就会出来的产业链 就会是普通大众的人都会用到的 所以我们 其中这个产业面 其中有一个特色就是 第一 它一定是很大量的企业 不会是一两间的企业 一定是有很多小的公司 服务大的公司 大公司也都服务很多小的公司 一直是这样服务下去 而我们也有 上流下流的 就是上下流 上下流的 这个供应商 就是说总之一个个 一步一步 来大家互相供应下去 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企业 那当然 也都可以说 如果你说真的要创科 创科一定有创业的成分 那其实你是想做一间 创制一间小的公司 或者创制一间大的公司 或者一个大的公司里面 创制一些新的产品 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这个就是 刚才张会长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你说你想创业 究竟你想怎样呢 就是想做一间小的公司 被一间大公司买了 或者你想这间小的公司 最后变成全宇宙最强 就是独大 做一个颠覆性的行业 其实做法是很不同的 所以其实就是 这个讲座 就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基础 给大家知道 就是说 产业链原来是这样的 那你就在自己的理想想想 你想去做些什么 当然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产业链 一定是说一个现有的技术 那一会儿我会说 比如说我会用两个例子 一个用晶片 一个用电力 简简单单 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知道这个观念是什么 但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说创科 都是说一些新的发明 新的发明大概分开两类 一类就是说 真的完全新的发明 以前完全没有的 突然间你找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以前都有的 只不过我改良了产品 例如好像陆音机 以前就是很大座的 它缩小到卡式陆音机 小小座 那这些就是点净 但是问题就是 全新的产品和点净的产品 在产业链的影响都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基本上 大家如果有这个创业的想法 就要对产业链有一个影响 好了 那就讲一讲 现在晶片全世界都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也觉得 如果讲到产业链 最好都用来讲一讲 不过我决定了之后 我就尝试在网上找一些资料 我发觉这个原来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们通常都写得很复杂 所以我现在就讲 这个就是第一个例子 但是我就不会跟这个人讲 因为第二个例子 我觉得会更加简单 因为如果不是 讲到这么复杂 几百个几千种不同的新的技术 大家听完都听不到这些出来 这个大致看看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挺出名的机构 去做研究的机构 去讲说 晶片产业链 它怎样分类 你看到那些一个个的点 就是我们的分类了 第一个就是设计 就是你设计了那些图案出来 接着就是要制造出来 制造完之后 就要评认 就是要验证 好像Quality Control 那样做QC 要证实它做得好 接着就是制造大量生产 然后就说 最后就是实际的实际 包装 最后就混合在一起 这样做 当然了 这个是其中一种分法 如果你看到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不同的分法 简单一点 我就不会用这个分法 因为这个 虽然就只有1,2,3,4,5,6,6点 但其实我也觉得 比较复杂 下一个就刚刚掉了点 只有5点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就可能 大家更加容易看到 这个产业链 它怎么分呢 它就分开 Design 就是设计 跟着 Manufacturing 就是第一步 就是做的 接着呢 它说 Manufacturing Back End 就是后面的财务和其制作 接着呢 就会有这个 最后做的 End Product 就是做成品 然后最后就是 Consumption 就是用家用出来 所以其实只有四步 这个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我觉得 比较容易有一个清晰的看法 Design 就很简单 就是大家好像 砌植物 大家看过 通常这些 可能都要在软件上 砌出来 就有一个逻辑上的设计 接着呢 就做很多不同的 Process 这样做 那这个呢 基本上来说 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设计一个新的晶片 它有什么新的功能 比如说有些人工智能的计算方法 各方面 这样做 这个就是现在美国最欠着的 这个也是中国最大的难关 设计晶片 因为这个芯片的设计 那个程式是非常密集的 那就是要用3-5年 一般人提成 才可以有自己设计的软件 这个是非常艰难的部分 原始是美国可以去掌握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前期制作 那这个制作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就叫做那些晶圆 就是说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个设计 由个设计那里 其实就好像我们烤蛋糕那样 就是怎么摆在角炉那里 加些不同的化学药品 加些金属 加些非金属 令它变成一个个的那些 就是那些元件做出来 但是这个晶圆的设计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好像你烤鸡蛋仔那样 同一个帽子里面 有很多块 很多块都是同一样东西的 但是当然了 其实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的 可能会比如说 因为它烤一块这样的晶圆 其实都要烤很久的 也都做很复杂的过程 所以很多时候它就会什么呢 就会是两三个各种不同的晶片 就在这个大块的饼里面 一个做三分之一 另一个做另一个三分之一 第三个做最后的三分之一 一次要烤三天它出来 那么当然了 它烤完这个出来 就有很多的验证在各方面 那么刚才的第一个分类 就把它抽出来 这个就没那么分的 但是都要做很多的 就是超司啊 验证的品质在各方面 但是这个做出来的结果 就说好了 接着你切开了一块块出来 这个呢 就是那个光客机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讲三个nm的 或者甚至两个nm的设计 出来要光客机去引 引在那些原材料上面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两个nm的概念 大概就等于 现在我们有一个covid的virus 那些virus的sizing 就是比个covid的virus还要小 那所以呢 现在是另一个我们的barrier 就是光客机 我们国内呢 如果量产14nm是已经做到的 但是其实再小一点 现在量产 现在是有光客机有很多 有些constraint 那些的银行 其实就是做到一块银行 那这问题 好了 接着第三个呢 就是back end 就是说什么 你做到那块银材料 你都要把它慢慢砌出来 就是好像我们 比如说焗锅饼 你有这个青椒 有红椒 有这个香腸 你都将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呢 就是说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那些零件 都放出来 再组装 就是如果你说用人手来说 最古老就是好像以前 就是拿着辣鸡 看一些线那样 那当然这个就不是看一些线 都是一个很复杂的process 令到包装 成为一块银行出来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back end 就是说做到一个circuit board 就真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component 一个零件出来 这个就是台积电最强的部分 其实就前面那个和这个也有的 就是刚才那个step 2 step 3 台积电也是很强的 那这个就是 最后就看到 就是一个小小小的IC 那最后呢 跟着就是end product 就很简单了 就是说 其实也不简单 就是说 好了有一粒粒的IC 跟着你不同的IC 就继续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晶片 除了我们最多说的 就是手提电话 或者电脑之外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家里的电饭煲 冷气机 全部都有些不同的晶片 有些就是控制这个电力的供应 有些就是控制 比如说他们那些 红外线也好 5G WiFi 的通讯 有些就是其他小小的部分 所以这些不同的东西 再继续出来 最后就是end product integration 最后就是这个end product 这个就像傅小康 是吧 就是继续一个iPhone手机出来 是的 好了 那当然了 第五个就是那个consumption 就是说最后的东西 但是当然了 这些其实有overlap的部分 很简单 有时候 譬如说一些工程的器材 譬如有些转油台 或者一些大量工程的仪器 他们的晶片 很多时候 用到一个时间 就要替换的 所以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就会变成了很多 可能整块板要换的 各方面 就会变成它整块很复杂 而这个就是整个晶片的五个过程 但是你看到 最简单的就是 晶片只不过一只产品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 那么复杂的产业链 又很简单 因为当你这个货品 慢慢由发明开始的时候 通常的产业链就不会很长 譬如一间工厂都做完 但是后来 他发觉每一个部分 都是很复杂 于是生意越做越大 晶片越做越多 另外就是这个工序 发觉原来 将某些工序抽出来 有另外一间公司专门做 就可能效果更加好 于是慢慢慢慢的 产业链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因为晶片的行业生意太大了 所以就会变成这么多年的发展 就会变得很复杂 这个consumption 也是第一题 这个国内因为我们有14亿人口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变成在国内去做这个产业链 的生产 例如iPhone之类 其实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我们叫做经济效益 这个经济效益 在中国是特别有的 因为它的内部市场也很大 好了 接着这个就是说过晶片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每一个步骤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司 所以如果很简单 你如果你想 我对晶片的设计 或者每个地方都有一个 有些科学家很厉害 他们可以做到一个进步 那你想想 如果你想做一个创业的时候 你会怎样呢 第一个你会不会就是说 我已经完全打破了现在的机制 那个晶片制造机制 就是我做一个完全新的厂 因为不是 我只不过在这个制造过程里面 某一个步骤 例如stage3 stage4 某一个stage里面 一小部分 我做一个快一点 做得比较好一点 做得比较好一点 这样做 所以这个就很不同 所以其实就是 大家如果 尤其是年轻人 如果你想做一个创科的话 你就真的要想清楚 究竟你做的创科是哪个行业里面 你会依赖现在的产业链 依赖多少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美国现在想 将整条产业链芯片 带回美国 将五个stage 一起带回美国 这个就引申了 已经很多的comments 很多人的批评 就是说 将会成本很高 尤其是美国本身的 市场不那么大 和3亿和14亿是真的很远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职务现代 美国是否能够将 完全所有生产的产业链 都会回归美国呢 这个是我们的职务现代 因为打破了 其实他博士刚刚给了这篇图 因为这篇图我们叫分工 分工之后 其实也有不同的地域 工人的一支特色 所谓的文化特色 所以有些在富士康里面 那些工人是任劳人 任缘长时间工作 非常之mechanical 非常之重复性 他们可以忍受 如果在西方美国的工人 工会的能力 那些力量很大 会不会是 变成另一种危机呢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就是电力的产业 电力的产业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澳洲的例子 但是全世界都类似是这样的 就是分开几样的 第一个就是发电 这个是比较传统一些的 比如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或者原子能发电 那么就有个电厂 发了电出来 接着呢 有一个就是传电系统 这个呢 其实是很大的行业 很大的产业 就是说 怎样将那些 由发电厂 那些电 传去另外的地方 或者甚至乎有两三个不同的城市 两三个地方 它的电怎么互通交通 你传给我 我传给你 等你的电力太多 就能传给另外的人 人的电力 传给你 然后呢 Electricity Retailers 就是说下面那个 就是 第四个就是 再给那些用家 就是说 不同的公司 或者不同的用户 他怎样用这些电力 最后呢 就去到呢 当然就是用者 用电那些人 当然了 这个呢 都是一个比较上传统的 现在呢 新的又复杂了 譬如很简单 很多时候 譬如欧洲各方面 都很流行一样的 就是你家里 自己做个太阳能板 跟着你呢 在太阳能板 充电 如果你自己家里用不完 你可以卖给电厂 那就是你看到 如果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会在 Electricity Retailer 就是零售那里 第四那里呢 就反过来 多了一个产能 走回来 那来做 你的全电系统呢 又会更复杂了 那当然了 就是这个呢 就是 很有趣的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行业 就是电力 就是一个很大的行业 也都经过很多年 但是它那个 产业的复杂程度 就没有这个晶片那么复杂的 那当然了 这个也都有 因为电力在很多地方来说 都是一些比较上 大型的基建 通常来说 就是说 一个地方 都是只有几间公司做的 所以它呢 就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当然了 如果我们 再来到电力里面 就是那些仪器各方面呢 就很复杂了 就会和这个晶片一样 就会很复杂的情况 那当然了 这个这么复杂的情况 都是由最初一路做出来的 那现在呢 我也都想在电力那里 就是说一个以前的故事 这个以前我们都大概说了一点 就是这个 这个 Tesla 特斯拉 和Ederson 爱迪生的故事 他们两个大家都知道 以前有一段时间是同事 但后来大家就 分道揚标 都要讨厌 因为呢 爱迪生觉得 舒展应该用直楼电 即是DC 而这个Tesla 就不是 其實AC 某个程度上 是Tesla的发明 他就想到 要很厉害的事 会把这些电 来来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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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延 就会传得远些 效果好一些 他们一生他们都会推动这样的东西 所以就很有趣 大家能觉得 这个是一个整个电力的系统里面 一个很大的爭议 是对 这个很大爭议 但是如果你看回剛才那個網 其實它只是它整個產業裏面的第二部分 就是這裏的Electricity Tradition 第二那裏 就是在圖的上面最上正中的位置 其他那些和你怎樣發電的各方面 有影響,但又不是直接的影響 當然啦,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的傳電是用交流電的話 最好就是你發電和用電那一刻 都會用交流地傳遞而已 但是現在其實基本上有第二種的想法 就是因為很簡單 如果你家裏有新的技術,有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出的電,多數是直流電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開始做了一個叫直流電 直流電大廈 就是說你整個地方 不用交流電的直流電 你的Efficiency會比較高 但是這個是指什麼呢? 指你在那個地方出的電 在那個地方用的電源來做 如果你說在一個地方發電 要傳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交流電是比直流電還好 我講一下,因為在座有些朋友 不是讀物理 未去到這個中六的物理學的知識的話 直流電它傳遞呢 跟你傳遞的遠近乘比例 消耗熱能 電會消耗了 產生熱能 交流電它因為可以有所謂的變壓性 可以將它的電壓提升 提升它的傳遞,它的熱的消耗是很低很低的 所以其實當我們在說 要將這個電力傳給另一個城市 或者整個國家 那一定要用交流電 所以有很多高壓電站 將電力的電壓提升 於是呢 傳遞的時間 能量的消耗是很低很低的 但剛才是他博士說了 有些所謂的體能 板已經能夠供應 某些大廈 某些電量 於是所有來於變 使用直流電 因為是一個很近的距離 所以這也是一個 直流電交流電 其實那套電影如果大家有機會再看 可以看看 《The Current War》 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直流電交流電那裡 當然這個就直接影響到供電系統的成立 這個時候就要說回 當時歷史上 其實美國就是 由他們兩個發明了電燈的很多東西 電燈各方面的時候 他們就想設置供電系統 希望整個城市都有電供應 最主要是以前第一個程中用 一定是電燈 因為照明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而當時愛迪生很支持用直流電 但是Tesla就很支持用交流電 但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當他們慢慢做的時候 其實業界的科技人員都知道交流電是好的直流電 但這件事是提到 愛迪生其實是比較近企業家 所以如果你說今天的題材創科 愛迪生其實是一個更加創科的人材 他的創科精神很多 後來他有這麼多個專利 他管理不同的人員各方面有很多 所以當時愛迪生的公司 其實他 真的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 他轉軚 他改用交流電 他跟另外有些交流電的公司合作 大家合併了 現在其實這個通電器就是他慢慢慢慢高了 所以當時愛迪生 他那邊的交流電的人才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也很厲害 所以其實他也做到 整個商業上的合作是很好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在這個層面上來說 就是愛迪生他成功在什麼 就是他說企業和科學的合作 是合作很好的 也配合今天創科的題材 就是說這個創科是需要 其實就不只是科學 是很多企業做生意的情況 當然最好就是你做生意的時候 你對科學的了解 也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這樣才做得好 最後Tesla他在交流電上 應該好像那部電影 我記得的話 去到晚年的話 他也是很坎坷的 他不是一個創科的人才 是一個科學家 當然了 這個顧故事就還沒說完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就是美國成立這個供電系統的問題 但這個其實也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好了 其實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經常都在頭痛 我究竟應該說電力系統的發展 還是電燈的發展 還是電燈加電力系統的發展 因為其實電力系統的發展 當然我們現在用很多電器 電燈絕對不是主要的成分 但以前來說電燈是最重要的 沒錯 是第一個 如果用現在來說 就叫做QLED Application 就是殺手的應用 因為它一出電燈就全都同化了 但是為什麼我特別不覺得 如果大家在歐洲或北北的地方 兩點半鐘開始燈黑的話 你就知道電燈的出現多重要 哈哈哈哈 好的 好了 這個我想說就是英國和美國的分別 說回電燈吧 先不要說電力公司 其實電燈的發明 我們大家都會覺得小學說是愛迪生發明電燈 沒錯 其實是對的 但是愛迪生不是第一個人發明電燈的 其實以前的社會資訊不想通 其實全世界查到出來 有很多人都是同時不同的 就是差一點時間發明電燈這件事 通電出來 接著有條金屬線會發光 這個現象 其實很有趣的 最初的人研究電力 最初的人 第一個做那個什麼乾電池 就是說兩塊金屬 放在一些硫酸 還是什麼酸那裡 他怎麼證實裡面有電呢 他就是說他懂得那條金屬線會發光的 換句話說第一個做電的實驗 差不多已經 不過他不叫光電燈那麼大 所以其實電燈是很多不同的地方發明了出來 其中英國那邊也有一些科學家做了出來 他們也想在英國推行一個供電網 供應電燈 但是問題呢 他就發現了一個很頭痛的現象 就是英國那時候是一個比較早發展的國家 他們就已經有一個公共的系統 就是供應煤氣 當然現在香港也有供應煤氣 但是主要都是主食用的 但是其實那時候他們的煤氣的供應網絡 是供應煤氣燈的一樣東西用來照明 當然大家都明白 其實如果你說用煤氣來做燈 其實都挺人險的 但是問題是那時候的人是接受這件事的 就是用煤氣來做燈的 然後你點著了燈的夜晚照明 所以其實那時候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也可以說是一個叫彎路超車的故事 美國那時候他們的煤氣系統 是沒有那麼容易成立的 沒有那麼普遍的 所以他們來講 做一個新的供電電力系統 就比較容易一些 但是英國那邊其實是阻力大很多 所以變成了那時候英國那邊的發展 就沒有美國那樣的發展 就是我們有八達通一樣 我們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慢很多 是呀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英國那邊本身已經有一個系統 很完滿的 但是你用一個新的系統 你的成本比較高一點 所以難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來講 變成很有趣的就是 愛迪生那邊的美國公司 和英國公司打了多久的公司 但是最後 英國那邊的科學家和公司 他們發覺他們的財力不夠 亦發展沒有那麼好 最後就將那些專利權 就賣了給美國那邊 所以其實來說 這個也都是一個 不是完全科學的力量 如果真的創科 就是你怎樣管理那間公司 你那些專利的資格 你怎樣做生態系統 做到電廠 因為你看到就是那時候 譬如說就算你 通用電器也好 或者愛迪生那間公司也好 他都是想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賣電燈蛋 對他來說這個就是生意 但是你要他賣到的電燈蛋 你整個供電系統 就是你整條生態鏈 要做出來的 所以這個是困難的 也都我覺得這個 可能是更加容易大家明白的 就是說 怎樣要由沒有電燈 變成有電燈 他要做整條生態鏈出來 這條生態鏈 那些供電廠那些東西 就不關他的公司的 他是想問電燈蛋 但是如果你沒有這件事 一起出現 那麼多種不同的公司 一起賺錢的話 這件事就做不到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全新的產品 就是出現一個很難的地方 但是當然了 如果他現在已經有了 那個時候已經有電燈 有電鈴了 然後慢慢你就說 有人發明洗衣機 有人發明雪櫃 有人發明多斯爐 其他用電的儀器 慢慢慢慢的 這個就是 我在生態系統那裏 你慢慢改進 加多一點點東西 這樣呢 其實這個是意義很多的 所以其實 譬如說大家 如果說有些年輕人 他們想做創業的時候 你可以想想 對你來說 如果你用一些新的科技產品的時候 你是想改變這個生態系統多少呢 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斟酌的問題 好了這個也說了 希望大家就對過 我們什麼叫做產業鏈 或者產業生態系統 有個理解 知道就是 其實我也覺得是真的 如果你們是 年輕人想做創科的話呢 不要只是看科學 你對產業鏈 對社會 真的要有很多的認識 因為這個才能真真正正 容易融入到你們的生意那裏 好了 現在就說 其他幾個不同的 就是一些的 你有沒有說 不要繼續說 現在講一些故事 這個大家都知道 前一陣子是COVID 所以對疫苗的市場 就很注重了 這個是第一隻疫苗的市場 第一隻 第一隻疫苗是真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小時候說的 種牛鬥防天花 種牛鬥 種牛鬥防天花 好了大家明白 為什麼叫做種牛鬥防天花 原來 很有趣的 就是牛鬥和天花 其實是兩種病 是完全不同的病 而這個 是怎樣呢 就是這個Edward Jenner 這個英國醫生 他就發明了這個事情 但科學發現是出來了 就是原來 牛鬥那種疫苗 是用來防牛鬥的 但是可以同時防天花 當然 現在的知識越來越多 大家都明白 就是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牛鬥 這個病毒 跟天花的病毒 是很相似的 所以 如果你身體有抗體 懂得打牛鬥呢 你就懂得打天花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那時候 是一個很難會知道的事情 科學發現他做到這件事 那時候是怎樣的呢 這個故事就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英國醫生 就在一些鄉下地方 就做一些不知什麼事情 考察 他看到有些女工 就是拿牛奶的 他有一次就跟那些工人 聊天 就說你們怕不怕 染到天花 就是smallpox 就是那時候 基本上以前來的天花 差不多是死症 好了 就說回天花那裏 天花來講 就是 那時候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但是 這個醫生 他就 從那些 就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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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牛奶的工人 那是沒有醫學常識的工人 是啊 那他就說你們怕不怕 染到天花 其中有一個 就跟他說我不怕 因為我 我曾經染過牛鬥 然後他就說 染過牛鬥 就不會染到天花了 這個其實有分別的 這個女工說過的話 其實是很值錢的 他想到一件事就是 染了牛鬥的人 不會染天花 但是 其實 就是 對這個女工有一點可惜 就是他不知道 第一 他的科學知識 不知道這是很重要的科學法 第二 他不知道這個科學法 影響出來是很多錢的 如果不是 他就是他發大那個 但是這個醫生 就是他本身就是醫生 咦 他就想到 什麼事 於是他就做了很多這些研究 你發覺原來是真的的 原來那些人 原來染了牛鬥 有了這些牛鬥的抗體之後 他就可以防止天花 而之前也有一些研究 其實那些人都嘗試用過天花的疫苗 但是那時候 他們把那些天花的疫苗 就是那些病毒 發覺很危險 因為也有機會 那些人沒有病 變成有病 就是 未控制得那麼好 當然現在最新一代的那些天花疫苗 究竟是不是 不是用牛鬥的 可能都用 現在就可能 因為剛才也說了 現在已經沒有天花 所以就不需要打了 但是當時來說 那些人就不敢用天花的病毒來做疫苗 所以這個醫生就很聰明 他就想想 如果這樣的話 不如我 拿些牛鬥的病毒出來 做疫苗 至少打了它 就算是染都染到牛鬥 不會是很大的事 所以他就用了一個方向做 慢慢做出來之後 就發覺做到一件事 然後他就懂得 將一件事 用一個 比較商業的方法推出來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出來 儲存疫苗 給全世界 很多地方的人 打了之後 他們那些人染天花的機會 就低了很多 甚至基本上完全防止了 所以如果他這樣說的時候 基本上他就做了一個新的生意出來 亦都是因為這件事 啟發到 那些人以後 就用一種這樣的方法 來對付其他 例如霍亂 其他各方面的 其他不同的病 都可以做到 所以你看到 這個就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 你看到 科學上 他就要找到一個 Fact 就是說 染了牛鬥的人 不可以染天花 這個就是科學發現 但是問題是怎樣 由這個科學發現 變成了整個疫苗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這個就叫做創貨 大家就 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個故事那裏 知道 究竟是怎樣 很多時候 要人們知道 當你認識到科學之後 一個科學發現 對人類的影響有多大 值多少錢 其實這個估計 是很難的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 如果你越早 有這種感覺 你將來做的機會 就會越好 好了 第二個 又是類似的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 我們調查那些瓦斯林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有很多護膚品 但是其實 凡是瓦斯林 其實如果你問一下 那些醫生 都是一種很好的東西 因為它是沒有其他 副作用的東西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又是類似的情況 就是有一個科學家 他是化學家 他就是 在這個Penshermania 就是賓治法利亞州那裏 有些油井那裏 他就做些工程 他發覺 有一些工人 比如說 他們有些損傷 那些東西 他們就會懂得 在他們的石油副產品 拿一些 一塊塊的礦物油脂 就塗在那裏 問他們為什麼 他們說是這樣的 他們這樣塗了 就會好了 這個又是跟 剛才那些好似的 就是那些人 發現到有一件事 但是他們只是用 但是不是很知道 它值錢的地方 當然 這個化學家 他就看到這件事 咦 首先他認識到 這些是那些石油副產品 在煉油的時候 提煉出來的 就是現在的瓦斯林 就是那些 抗脂 或者是石油洞 另外一些譯名 但是問題就是 他也看到 這件事 如果提煉了出來 如果賣給別人 那些人可以 用來塗在皮膚上 塗在用膚膏上 很有用 這個其實很有趣的 我之前也有說過 原來中國莊子 有一個不歸首之藥 有一個故事 但是這個 跟剛才那個 那個 原理 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發現了某些東西 但是那些人 未必知道 它的影響力 有多大 它值多少錢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有這件事之後 你怎樣做到這個創科的企業呢 你都是要 要想的 當然啦 譬如說 他知道了這一種 就是 凡是可以用來塗皮膚 但是問題是你怎樣 將它變成一個產品 然後怎樣行銷出去 推出去各方面 整個都是一個新的產業鏈 或者是要在 現有的產業鏈裏 做出改進 都是一件很難的事 而要做到這件事 的確是需要一些 創業 或者商業上的能力 才可以的 好了 這個是另外一個類似的 不過這個 就是 這位科學家 就像Tesla那邊 比較上 科學家 就不是那麼值得創業的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叫做 硫化橡膠 就是我們現在的車輪 為什麼是黑色的呢 就是因為那些橡膠 跟著就 他加了一些硫磺 去用的方法來做 那這個就是什麼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化學家 但是就 他就很有趣的 就是他就 其實是一個 很專注於科學的人 他自學成功 他沒有讀過大學 但是他 對這個橡膠 他特別有興趣 於是 已經專注了很多東西 於是有一次 他嘗試 做一些實驗 就把一些硫磺 放在那些橡膠上 但是他發覺 他的硫化橡膠 即是 加了硫磺的橡膠 放在一些很熱的環境那裏 發覺他沒有用到 而是越整越硬 他結果 咦 他就因為他的科學家 他就知道這些東西 有一個很強的 化學特性 可以用來做一些 譬如說 很重型的車輪 或者其他各方面 都很有用 這個就是他知道的 他會主動推出去的 但是問題就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 他本身就不是一個 很好的生意人 他只是懂得發明這件事 那這個人呢 他的名字就叫 Mr.Charles Goodyear Goodyear知道 現在有一間車輪公司 叫Goodyear 但這間車輪公司 跟他沒有關係 因為他那時候 發明了這件事 結果他搞了一輪 之後 有人做了一間公司 做了一隻產品 但他應該好像 好像沒什麼 沒什麼特別得益的 原因就是 他本身是一個 很專注的專家 所以大家都看到 為什麼現在 很多時候 有些人的創業行業 都有一部分人 有幾個 很專注於科學 科技 但是有些 很專注於 商業上 因為你沒有 兩方面合起來 你是做不到這些東西 通常這些公司 如果有些企業家 就會用一個 比較低 甚至很低 很低的 價錢 就買了他們的專利 就是他們的發明 所以變成這班 發明家 反為 剛才去著 國中博士所說 沒有什麼特異 因為當我買了你的專利 我們還是一個 未能發展這個企業 這個所謂的 生產物流鏈 問題就是 最主要就是 究竟一個科技產品 對社會影響有多大 價值有多 這個企業是很難的 但這個 真的很值錢 好 繼續說 這個 近一點 如果你說現代的 創科的企業 我覺得這個是 近一點的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心律條子器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 Pacemaker 心律條子器 就是有些人的心跳 有問題的 你就把東西放進去 於是由他 用電的控制 令到你的心跳 很平均 這個其實現在就是很普遍的 很普遍 尤其是老人家 因為神經死了 心跳會慢 老人家的心跳慢 有時候 很容易會暈 跌倒 撞傷 然後有很多 嚴重的意外 所以 到了某個 歲數 醫生就會建議 老人家 把心臟起薄氣 類似的 心臟起薄氣 有些個別 有些年輕人 某些 某些 七零年來中期有一個所謂德國麻疹 孕婦如果有的話 小朋友會有心流病 好像都類似會做一些 要做一個這樣的手術 心臟的 調節 也不一定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的研究 這個其實很有趣的 有一個人叫做John Hobbs 1950年的時候 他就嘗試 他就想做幾件事 但是 他很有趣的 他自己的心也有些事 所以他就想做 但其實他本身的目的 就不是想調節心理 他本來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目的 他只不過有一個儀器 希望可以 自己 觀察到 記錄到心跳的情況 所以他就做這件事 但是他發覺有件事 就是他 一開始做的時候 做來做都做不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做那個儀器 就太大了 他嘗試過用狗來實驗嗎 但是你沒辦法 把狗擺到一個 人或者狗 就是動物的體內 因為 不行的 然後 過了幾年 另外有一個 先生 這個叫 Wilson Great Baff 這個就有趣 他是一個比較上 專注的發明家 發明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幾百個專利的 那麼他呢 最主要是什麼呢 他最主要就是 他看到這個 文啓的體結所在 其實不是說 你那個 就是 怎樣 就是感受到心跳 而是在電池那裡 所以他呢 你看到 當然啦 大家都知道 科技特飛猛進 那時候可能電池 也慢慢慢慢 就是 做得越好 那麼他就中了這個 他就做到一件事 就是說這個電池 就可以做得很小 於是就可以 至少可以擺到一些 動物的體內來做 當然啦 就是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知有什麼時候 他就發覺 原來這個電池放在裡面 原來很好啊 不只是說他可以 記錄到你的心跳的情況 原來你只要加一些電池 你直接可以 改變了你那個心跳的情況 於是呢 就可以直接挑戰這件事 所以這個呢 就是存在意外的 但是這個來講 就是人類發明史上一個 很重要的意外的發言 就是你本來 沒有打算做一件事的 但是你突然說 原來你就拿到這件事來做 所以呢 這個呢 你看到就是 其實這個 要將這件事做成商品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問題呢 就是說 原來那個電池 是那個bottlenet 是那個難處 這個呢 就叮一聲 他就可以做到 這樣的電池 於是就做到了 這個其實我會覺得 這個呢 會是 比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創業家 一個比較緊緻的故事來的 就是大家都應該就是 我們大概想做些什麼 但是慢慢慢慢 其實最好呢 有時候你問我的話呢 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技術呢 是有些難點 現在做不到 所以別人才做不到 但是你知道這個技術的發展 譬如這個例子呢 就是電池的發展 於是你就把一個 以前的人很難解決的問題 現在解決了 於是呢 這個是值錢的 這個呢 其實這次呢 就是 人工智能的突破位 其實是在這個雲端運算出來的 甚至不知道 如果沒有那個雲端運算的運算力呢 其實人工智能的突破是很少的 大數據 我們小時候讀書時 其實都說 我們要有internal、external的data 去分析 分析 這個企業 但其實external data 怎樣存 怎樣找到 怎樣分析呢 因為是屬於我們叫unstructure 就是一些 所有奇怪怪的形式出現的 就是我們在公司以外的data 所以後期就是 big data 是叫data analytics的 其實都是在雲運算 甚至去到社交平台出現 所以這個其實 概念上 人工智能的 一些 我們叫做 必定可以超越 做到一個很大的生意上的 叫做換軌超車 或者我們所謂 數據的重要性 是去到 我們現在說的 就是web 3.0 或者叫做 元宇宙的科技 才出現 所以這個也是 等同於我們要等 某種的 成熟 就是那個配套成熟 才可以有一個突破位 如果你說到這個突破位 其實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怎樣說呢 就是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不同的技術 就一直都有發展的軌跡 但是當時 就是這個行業的專家 究竟他對整個社會的 科技發展 他都不可能全部理解了 所以有時候很多時候 特集委就是這樣 就是像你所說 人工智能 雲計算那邊 在隔壁的行業 突然有些發展 那就看看有沒有人 看到這兩個的關係 看到關係的人 就可以 拿到這個好處 令到你第一個做到的產品 就像這裏 電池的發展 原來在這個 心臟起駁器那邊 是有用的 這個就是 第一個看到那個人 就可以做到一些 好的東西 出來 好了 接著就講一講了 剛才也講了電力 這個又講一個 類似的情況 就是冰箱 我們家裡有雪櫃 大家都知道 就是雪櫃 但原來 不可以想像是沒有雪櫃的人生 是的 其實 很有趣的 雪櫃的發展 都分了很多的 最古老的 冰箱 真的是一個 類似木箱 你就自己外面 找些冰放在裡面 就可以 雪中一點 楊貴妃當年也是這樣 每年 365天 都有冰封的 荔枝食 因為有一個地府 刮空之後又把冰放進去 就可以做雪藏功能 是的 這些就是沒有電的時候 沒有電 所以可以看到 第一個 為什麼在冰箱 都會發現到 就是電力系統 沒有電力系統 這個生態系統 這個 產業鏈 你就不會有冰箱的出現 好了 到有一個電力系統出現了 你看到這裡有幾個 由高至低 最高看下去 第一個 你看到一個類似風扇 就是最古老的 就是有一個風扇 就開了電子 進去進去 就可以令它更加涼一點 你就有雪藏 現在是這麼有風扇 在坊間購買 你去裝冰 有些風扇出來的 是涼風機 是的 然後現在我們知道 我們的雪櫃有些雪種 於是 下面那兩個 就是一些雪種的發現 於是人們說 原來不是 我們放多一些 雪種在裡面 經過這個蒸發 還有這個凝固 就可以製造一些凍 令到你的食物 就能夠冷藏 中間也有一個 雪種的改進 於是就會有這個情況 差不多在童話裡面 有一個雪櫃用煤氣的 然後那個女主角打開雪櫃 然後阿船流出去了以為自殺 煤氣的雪櫃 所以 這個就是電力為主 其實那時候 他們都沒有怎樣解決 那個電的問題 直到 下面中間 我看到我特地放了一個圖 這個就是那時候 第一個真正的 電冰箱 電雪櫃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時候 你的儀器 你的摩打 就不是在雪櫃裡面 在外面 你給它放上去 所以你看到 是很阻擋的地方 直到 就是在這個 那麼麻煩的情況之下 接著他們就會將它 發覺不行了 於是就嘗試將它 推進去裡面 將那個摩打 放在那個 格子裡面 然後做下去 接著再後 再做出來一些 就令到現在 現在我們的圓形 就是怎樣 那些雪種 走過你整個雪櫃的圓形 接著再改良了之後 1927年 幾十年之後 差不多一千個百多年 才會做到這件事 當然 這個 我也想說 在這個發展 我們現在只是抽出 電冰箱 一種的產品 但你看到 其實那時候 由17、17、18、18年 就是18世紀到20世紀 其實變化了很多東西 第一 食物 以前的人 是不會說 有些火車 將海邊的魚 各方面的東西 運來運去 所以那時候 家裡的雪櫃 就算有雪櫃也不是很多用的 就是雪荔枝 貴妃那些 當然有用 但是問題就是 後來慢慢的 火車系統越來越多 貨運 人們就容易在其他地方 拿到食物 於是他們需要 冷藏食物 在家裡的用處 就大大很多 接著另外就是電力系統 有了電力系統 人們就經常想 我們已經有電力拉進入 你的房子 究竟我們怎樣用多些用處 這樣來做 所以才會慢慢來做 所以這個 跟你的物流運輸 食物產業 和電力的產能系統 是完全掛勾出來的 所以換句話來講 大家都看到 在21世紀元宇宙時代 當每一個 基建慢慢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出來的時候 我們想想 這些新的 系統 我們可不可以有些 找到好處 就是說 本來是做這件事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 本來的ARVR系統 就是大眼鏡玩遊戲的 會不會我們可以 另外做多一些 其他東西呢 這個大家可以想出來的 這個冰箱 就是一種 怎樣Ride on 電燈 和電力的系統 你可以拿到另外一些 特別的發明 或者特別的 做生意的商機 好了 現在大致上 我們就講了這個 其中我們已經分了兩折或三折 其中我們已經分了兩折或三折 我們可以分兩折 三折 現在是三點二十分 我們可以分三折 大家沒那麼辛苦 好的 我們現在可以先 有一個 分享 大家如果有問題 可以在網上的chat roman 打出來 我們可以 解答 剛才許博士說了一些故事 其實大家發現原來 所謂的科學 的創新 能否成為 我們叫做創科 或者科創 就很決定於 到底我們的 這個科學創新 是不是 已經成熟 有 一個相應的 所謂的生態鏈出現了 這個就是 第一個大原則 第二個大原則就是基本上 在 很多時候是倒轉來的 當有一種譬如電力 的出現 剛才 博士所說 這個火車 運輸 令我們可以在 一個地方 從前我們不會有那麼多 的食物需要懶藏 現在需要很多 懶藏的需要 創科企業 反過來 就是因為 有新的 所謂的環境的轉變 於是 我們就開始有很多新的 一些所謂的創作 科企的創作 於是就配合了 在這方面 你怎麼看 現在 其實我們看到 我們不單在香港的範圍 包括大灣區 年輕人如果現在要做一個創科企業 我們怎麼能夠 比較 應該是怎麼開始呢 比如我知道 好像在 在香港陳菊或是 在西北坡 有一個 Unicorn 的公司 就是GoGo Van GoGo Van 其實在科技來說 沒什麼特別 但他都可以佔一席位 在香港 到底在這方面 有什麼啟發 新的年輕人的創意 技術上的技術很簡單 所以他的 安全階段是很低的 其實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個就好像 雪櫃一樣 因為當時 我們整個網絡網絡 越來越好 那些人也習慣了 網上各方面 如果這樣的話 他就 Ride on 這件事 然後你就立刻 就做了一個 即是 Wang的 這樣做 這個當然 我們之前用雞記的 大家知道嗎 大家記得我們 經常要送東西 打電話 雞記 應該是 有一群 的Wang 和司機 就會 搬走這些東西 另一方面 就是GoGo Van 你問我的話 這個就是 科學 科學的發展 那個 成分是低一點 很低的 但是你整個 產業鏈的運作 那個成分是多的 即是以前的雞記 但問題就是 他一定是說 以前你雞記 有些 做得沒有運好 他可以集中在一起 於是就做得好一點 另外 你也看到的現象 就算我們說的滴滴 是在國內的 都是類似的東西 在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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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Apps 叫一個 Man仔 這個其實 大概是 我感覺上相弱的東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 產生的效應 不同 因為國內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市場 14億 所以橫跨整個國家的話 其實 是不可思議的 他真的被人罰款都罰了幾十億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整個 整個科技 你的產業 你的 市值的問題 這是真的 你對整個社會的影響 影響得越大 所以你的錢越大 當然了 不過這麼說 也可以這麼說 你的市場越大 價值越大 你的競爭又越大 可能很多人跟你一起爭 例如說你香港的市場 你就預計是 十間 漸一間 因為你知道 網上的系統 雖然說就說 好像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 你做到那個 服務水平高 其實是難的 其實是 亦都有那個 技術任務在 所以換句話 變了 其實 不同的公司 那個競爭都很強 所以你在香港 可能市場很小 但是你的競爭也很小 但是如果你說 國內一個這麼大的市場 基本上你的競爭很小 你要有團隊 真是很理解 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呢 因為 例如GoGoWan 是三、兩個年輕人 那做過這樣的APP 之後就變成一個 Ulicorn企業 我相信這個 從我的了解 高科技成分 相對不高 但是出來都是一個 挺好的故事 其實這個 又到了另一個層次 我想問 因为他的房子是Cyber Security专家 就是电脑保安 其实Apps安全一些还是电脑安全一些 我们下载的Apps是手机 两个都有安全 这个央业是什么 这个也有安全 这个其实就是 当然了 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安不安全 都要看看你是怎么说 做到些什么 反而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差一点 反而不是想说你的安全是否安全 而是我们要说防止罪案 这个角度去看 譬如你做这些活动 令到一些骗徒 一些歹徒 如何骗到你的情况 譬如很简单 你说你叫GoGoWang 或者你叫车 你会有什么 吸引到一些人 令到你可以受到损失的犯罪 那些事情 如果你问我 当然了 一方面就是你这个生意 或者你这个商业活动 本身 另一方面也有些就是 他想偷你的个人资料 偷个人资料 反而是危险的 因为他偷了你的个人资料 不知道你会不会 就是他拿来 用代理来看你的银行 或者户口 这个就是危险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商业的勤迷 可以去想想 是这个 譬如你叫车 叫的士 这个行业 在这个环境 究竟你可以在商业的行业 損失多少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容易的 不是说你用APP来做 而是用电脑来做 我们下载APP 很多时候有很多权利 我们要放手了 偷个人资料 其实那个危险性高不高 因为很多时间 我们真的 因为一定会用 譬如WhatsApp 或者WeChat 所有人说要用你的手机 用你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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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我们的个人资料 被人偷取的机会 高不高 其实就是公公的 这些危险 就是大家尽力小心使用 我自己来说 就是你用哪一种APP 你自己要知道 我和所有朋友通常说 不能不用的话 你不要太要你的手机 或者说你是很不安心 不能不用 所以这个就是 把眼睛拆掉了 好 有没有朋友去查询 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去第二部份 第二部份之后 去到四点钟 有另一个休息 另一个休息 海铭也会示范一些 AI的简单工具 挺有趣的工具 大家要了解一下 其实有很多时间 大家今天想试用 或者试玩一些 智能工具 其实是很容易 可以感受到 是什么回事 好 我们继续开始了 好 接着我再来说一个 创科的失败例子 这个也很有名 这个叫做Flavenos 就是一间公司 创办的是一个女孩子 她说在Stanford那里读过大行 她说她可以有一个很快 很简单的方法来验血 用很少的血 很快就出来 大家可以听过 她查到很多东西 很快很便宜 她那时候吸引了很多钱 几十亿 做这件事 就说做过了 但后来有些专家 发现她是做不到的 就是她这个是做不到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 这间公司就倒闭了 她也被人控告要坐牢 因为是行骗 这里你看到 其实这里有两个层面 可以看一件事 第一个就是在科学的层面 就是她说她做了一件事 就是很快就可以做到一些科学的考证 就是做到一些科学的实验 但实际上就做不到 当然了 这个如果你说是一个 有时候当然了 我们要看详细的情况 如果你说作为一个 有冒险性的创科行动 这个是没问题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只不过说 我现在就想找资金来 我们想做这个方向 想做这个方向 如果做到的话 我们就赚钱 但是有可能做不到 这个如果这样 这个是没问题的 当然 她原本那间公司建立的时候 她是说多少 那这些真的要有时间看才知道 就是不可以一个人认 但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你说一些假的东西出来 令到那些人可以做到 就是令到那些人以为做不到的做到 而给钱你的 这个就是行骗 这个就是她的问题 而这个例子 就是一个很大的例子 就是说 为什麽最初一去出来 有很多科学家都不知道 但后来才有人说出来 她就说她似乎许工做事的手法 是不行的 这样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你说 真的在这个创业各方面的时候 你都要注重很多这个 真的商业上的元素 而不是只是难 科学上呢 可能她只不过是一个高 这个叫做什么 高危险性 就是成功率很低 但是你的收获很大的一种 一种的投机 但问题就是如果你是这个 就是在商业上来说 这个究竟这个手法是否正确 这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就是说 为什麽就是在产业那里 刚才你用GoGoWang 这个也好 这个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做生意 为什麽我们可以做到一个企业 做到一个企业呢 不一定是在科技上 而是只是在商业上来做 但问题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GoGoWang放在这里 都可以 这里你看到 我就说 好了 现在当你真是创业 你做了一间新的公司出来 你这间新公司有科技产品 OK 这样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说出 为什麽你的公司会有优势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我们很多时候 要想的 尤其是年轻人 你做一间公司出来 为什麽你的公司比旁边 人家有一间云吞面铺 你开一间云吞面铺 为什麽你觉得你这间云吞面铺 会赚钱过别人 是因为你有办法 高科技令到你的成本便宜些 或者你可以做得快些 或者多些客人 或者科技上 你怎样做一面出来 完全是一样的 但是你商业上 你有什麽特别的优势 而做到这件事 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商业模式上的优势 那当然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要看看 好了 我现在真的想做一些新科技的事 如何 科技上的优势是什麽 商业模式上的优势 是什麽 而商业模式上的优势 我想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的 譬如说 你的营物模式 你的商业伙伴 是否比别人好 各方面 你的公司在产业链的位置 是否很好 员工的水平 产品的质素 你怎样维持 有没有什麽新的产品 或者各方面 但是当然 如果我们讲到 这个有少少創科的成份 这个也是麻烦的 就是怎样说你的生产品 和生产品的市场 这个究竟是商业上的优势 还是产品上的优势 就是刚才你说的 我们在网上作为一个中间的优势 就是做某些交易 但是大家都知道 当你做一个优势 你处理交易的时候 你一定做很多大数据的东西 你可以说 如何将不同的买家和买家的 混合出来 有时你混合得好不好 就差很多 就是再退回一点 不过就大一点 Google Google的search engine 那个搜索系 为什麽开头 当时Google出来 还有很多 Microsoft也好 Nesstic 也有很多其他古灵精怪的搜索系 但为什麽Google最赢呢 就是它那个page rank 就是他们怎样 match 那些网页和人的东西 是 match得好 所以这个也是有科技成本 所以如果这样说 如果你问我的话 在这个情况上 这个难点我会觉得是哪里 就是说 这是一个难处来的 但是当然 难处不代表做不到 而你如果在这些难处里做到的话 就是你做生意就会成功完毕 就是什麽 就是究竟这些是科技上的优势 还是商业模式上的优势 如果譬如我做个网站 譬如好像Googlebank 有买家 有server 有做的人 也有买的人 或者很多买和卖 那些保责先生和学生 你都可以做这个match rank 你做这个match rank的时候 你做那些技术分析 做得好还是不好 那这个究竟是技术上的优势 还是商业模式上的优势 其实都真的很难说 就是两个都可能会有 这个就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值钱的难点 科创的话 是否应该是科技上的优势 是令到一间公司有机会 可以发展更加大 令到人家没有那么容易追降 是否科创 科技的优势 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你就说出一个很重点的问题 我差不多本来在这个讲座的最后结果说出来 不过你提出来 我就说出来 这个呢 我很想说的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 你做了一个新的产品 你发觉原来你的科技上是没有优势 你纯粹是商业模式上的优势 这个你可以维持多久 这个是难的 因为有时商业模式的东西 很多时候比较容易追到 是的 但是当然 如果你说完全沉迷在科技上的优势 其实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科技上的优势 其实可以令到你在产品各方面做得好些 当然了 另一方面 刚才也说到就是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某一类的advisement 就是在data and limiting 就是数据分析那里 就是说 好了我们也是很简单 在网上做一些 拿一些营运数据 但是你拿一些营运数据出来之后 你分析来推到下一步 是比别人更好 这个就会很重要 最简单来说就是 在网上 你是一些不同的 譬如说 现在很流行 卖一些冻肉 直接从外国入口冻肉 化妆品 食品 零食 各方面的网站 好了 这些是网上卖的网站 你那个数据分析 你如何推荐一些货品 给客人各方面 这是一个技术成分 这个其实也可以 令到很多很大分辨 没错 我很喜欢你 我说一句 很喜欢你说的 究竟在科技上的优势 是不是科创公司的最重要一块 我会觉得很重要 但重要成什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一下 这个科技的失败 其实不代表永远失败 因为我记得十年前 我看过一个报告 就是好像是印度某一大学 那些医生说 可以将猪的心 移植去人的心臟 他们说研究成功 然后人就死了 最后医生被人告 原来现在 美国在继续研究这件事 因为每年排队要移植肝脏 心臟、心臟、肾脏 的人很多 而猪的心 是很有用的 所以 他们发现了 原来他们的改良 他们的改良就是 剔除了三个会引起人体排斥的猪基因 又将六个与免疫有关的人类基因 就注入了猪基因里面 删除了一个防止 这个是讲心臟移植的 那个小孩 2021年11月移植 现在都正在生存 删除了另一个防止猪心 做一些过度生长的基因 所以 其实这个 是一个非常奇怪 除了猪心、猪外 又有猪的心臟移植都成功 相对成功 因为都是2021年可以的事 所以 这个科技的科研 失败又不等于永远失败 所以未来 如果真是猪心移植 猪肺炎值的心臟 发现人头猪脑应该会出现 你说的其实是很动位的 因为科技生涯很有生意 以前的失败 就是不代表将来的失败 而这个也是 现在很多技术上的行业也好 有很多时候 那些专家 因为他们做到那一行 做了很久 当然 每一行的专家都有他们的独特之处 他们真的很专门 但有时候他们的专门 也可能令到整批类似的专家 都有类似的盲点 我简单 譬如你刚才说的例子 你说猪心和人心 可能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 差不多 有些人就会说 有些人就会说 一定是排斥的 不应该走去大陆场 我们可能要走去大陆场 但原来 不是的 原来 看了这么久之后 突然之间有些人的生肺 是很难不是很容易 但是原来 我们剔除了那几个基因 加一些不知什么基因 就可以将猪心和人心的排斥 这些作用减少 减少到零 某个程度上来说 对原有的知识 是一个颠覆性的知识 当然 这个是很难的 每一个行业都有你专门的地方 发展了这么多年 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他没有某些知识 或者某些他们的假设 会不会突然之间有一个突破 其实是很难的 其实这个在很多行业都有的 譬如说 就算你说人工智能 其实当时Alpha Gold 为什么突然间突破 就是以前他们觉得 有些训练模式是不行的 突然之间真的有个地方 他们改良了某一个技术 是做到的 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这个难的 所以当然了 这个也是一些很值钱 也很难的 就是说 如果你说真的做创科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某一个特定的行业 如果他们的专家 每个人都说这件事不行的话 可能是有机会 这个是难的 但是这些钱可能就在那里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有这件事不行的时候 他们一定是有些假设 就是说猪心和人生一定是排斥的 这个是你的假设 但问题是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会有这个 我再补充一句 其实HKU的每年都用很多猪 不过就不是要拿猪心 而有很多新的手术 就是一种测试 因为猪的尺寸是最似人的 所以就拿猪来做实验 当手术的方法成功之后 就说派是人生上的 这个其实HKU应该有一群猪龙的 生产链是提供猪给HKU 对吗 好 接着 你看到我红线 红的人物就是 科創人知识 会带来新的构书 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颠覆性的 其实就是 如果我们在做初放的事业的时候 真的要提供一个科技上的优势 才会比较 影响大一点 但问题是 这个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在一些旧的思想的颠覆 如何在一些地方 有些突破位 这是很难的 好 接着我们来讲讲社会 这个我想比较让大家容易去想 就是说一个问题 这个张博士都会很熟 就是我们叫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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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就是用纸笔 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呢 就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首先将数字化 利用新的科技 令到很多商业的行为 各方面呢 都可以 减低成本 做得准些 也可以做多些资料的数据分析 可以做一些好些服务 给客人 大致上来做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是 数字化转型 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解释 这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网站 去讲的那些东西 但是 最主要来说 我都不会说 一一一地讲 但是 他们这个其实很有趣的 他们讲的 就是说运用科技 那 待会运用什么科技 我下一张slide会讲 但是问题 他们运用科技 其实是改善商业频率 所以某个程度上 这个数字化转型 应该来说 就是商业上的多的成分 比科技上的成分 你商业上怎么用科技 但是这个 就会牵涉到很多 比如说 公司的文化 沟通的创生来做 或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以前我们所有的公司 都有很多些纸 填很多些方法 一些表价 来做 好了 我们现在将这些表价 全部电子化 就这样用email过 也可以 或者用手写了 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一定会 省了很多东西 但其实 有时候是很难的 因为在公司的文化各方面 就会变成 很多次不同的部门各方面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看外面 很多人说Digital Transformation 那些公司也好 那些talk也好 他都说 你怎么样 看你的公司的团队 要作为一个沟通 各方面 文化上改变 令到那些人 每个人都愿意 这样做 我再补充一句 这个数码转型 或者叫Digital Transformation 现在是一个很热的 topic 非常热烘烘烘烘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企业的经营 效率 随着时间 发觉越来越低 因为很多公司 他们多了一个能力 就是可以有一个intelligence 就是多了很多的方式 去拿到不单于公司以内 很多系统的数据 可以在一起做一个分析 有个人工智能在背后 甚至是外间的一些资讯 都变成他们可以分析的对象 就变成了 有这个所谓technology的提升 但是technology的提升 其实最后就会引申很多事情出现 第一件事就是 很多原有的一些process 流程 就会需要改变 或者不再存在 不再存在 不再存在的问题 不再存在 其实很多部门 最害怕的就是 将会减少人手 因为一经历数码转型之后 其实很多以前做得很臃肿的工序 就不再存在 所以这个阻力很大 所以背后就是人的问题 除此之外就是 我们所谓整个新的营养模式 因为是那个business flow 所以包括了technology 是占四分之一的 另外有四分之一 是在我们intelligence 就是从此我们是有所谓的方式 是将你的data的value提升 去到intelligence 就是所谓的智能 就是商业智能 去到所谓culture 就是文化 就是工作的文化 还有最后就是整个企业的process 就是所谓的营运的流程去改变 所以这个呢 就算它不是创科 它就突然将一间公司完全更新 所以都是叫另类创科 这部分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未来的 我真的发觉 你的comment真的很好 差不多我下面 一句说的 你已经说了一半 就很棒 但是我都暂时 我不回应你那句说 我先说下面那些 就更容易说 好了 那究竟这个数字化的转型 就是data transformation 大致上会有什么技术呢 其实就是 刚才说了 有些就是说 你的步骤要改变 最简单的 就是很多时候 譬如现在很多地方的人 在工程 你要个人 下去的地盘也好 或者工厂也好 看了一些东西 然后写下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回到公司那里 他还要花些时间 去写个报告 把东西放到电脑那里 才进入公司系统 而我会这样说 对这个data transformation 有些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会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 你拿着个pack 或者手机 那个人进入到那个地方 就这样 就用些form子写进去 甚至乎画了图也好 签了名字 对方名字 然后他在现场做完之后 他回到公司 不需要做data营业 不需要发展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大问题 变成了可能公司 要有schedule 以前我们可能需要 很多人做这些人手工作 因为那些人上午去洛西 下午要回公司做文章 但现在不是 上午做洛西 已经做完以前 整天要做的 如果这样说 人手叫做 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但问题就是 这些问题 最后在公司的文化 如何解决那方面 就变成了每一个都很大的问题 而当然 那些技术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 综合一点来说 就是自动化人机界面 以前就是不用这么多 这个很热的 这个很热的 比如最简单的语音 就是 很多时候 你看到什么 就这样说 说完之后 这句已经变成了个名字 放在电脑里面 甚至乎 你说的那个录音 也没什么所谓 手写的表格 电子的表格 各方面 或者再复杂贵一点 就是AR VR眼镜 有些是很厉害的 当然那些要比较贵一点的 应用 就是那个工程师 或者技术员 戴着AR VR眼镜 看着去现场 咦 这个是什么机器 他按一下 或者说句话 对于这个机器的资料 已经打出来 接着他要写一些report 直接有眼镜 拍照 这些过程来说 这些过程来说 当然了 包括刚才说的数据分析 就是我们公司 抽了那么多的数据 那怎么做一些新的分析 令到我们知道 哪里营运得好些 哪里营运得不好 那里营运得不好 资讯安全 就是说 怎样保持资料的私隐度 或者安全度 不会被外人偷到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很多时间 到这个数码转型 很多以前你接触不到的数据 现在都被某些人接触到 怎样能够令到的确有需要 或者有这个right 有这个权限 可以接触某些敏感的数据的人 才能够接触到 这是一个很複雅的问题 当然了 除了数据安全之后 下面还有些东西 就是说 小机械人 很多时候都是 有些东西 就是你用一些机器 可以帮你做到 而这个机械人很有趣 不是只是硬件 硬件的机械人 帮我们做一些工程 各方面有关的 但也有软件的机械人 就是RPA 就是说 很简单 有时候我们会说 我们需要在电脑 比如说 看看不同的网站 拿些informations 放在一起 但其实RPA 就是说 你可以叫电脑做一样的 就是本来一个比较 需要一些 有少少人工智能的 文书做的工作 电脑可以做完 所以如果感觉 这个就是变成了 令到很多的动作 可以快很多 你整个公司的行程 是会有很多的 而当然 这个就有很多 人工智能的运用 所以 人工智能 在这方面 绝对是非常之 重要的一块 好了 接着现在回应 你上一段階段的问题 你说到 你这种是另类创科 这个是很有趣的 刚才我们不断说 就是说 究竟你的公司的营运 是商业模式上的 进展 或者是你科技研究 产品的政策 好了 如果你的公司 你的营运 用了很多 数字化转型技术 令到你的公司 运作得很efficient 很少人 应该做到很多东西 这个是属于科技上的进步 其实这是一个难点 是科技上的进步 或者是你营运上的进步 这个有点无法 特别是如果你做的生意 亦都有少少技术化成分 比如说 你管理很多不同的机器 各方面 这个时候 变成你这个营运的模式 也可能直接上可以影响 你机器维修 各方面的东西 那就变成技术上的进展 但是问题是如果纯粹说 你做生意 令到以前 可能要两天才完成的程序 现在半天已经做得完 这个就是营运上的 所以在现在的新科技发展 技术上的进展 和营运上的进展 亦都开始模糊 难估的 当然 你问我现在来说 我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小虎 说回我以前的经验 其实我二十几年前已经搞了课书 现在这个词也奥运 叫做e-commerce technology 电子商业 电子商务 现在没有人说 因为我什么商务都是电子的 但是二十几年前是新的 那时候我经常有一个问题 究竟这些电子商务的发展 是商务上的发展 还是技术上的发展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已经觉得中间有一部分 是交叉了 是很难说是谁 这个也是 就是变成了 究竟这个是你商业 营运上的进展 还是技术上的进展 也是难说的 那这个你问 你有没有什么吸引 这个 这个 就是 我们叫做inter overlap 就据这个 robatic process automation 为例 这个 process automation 有时候有process 和automate 就是自动化 自动化 就是说 当我做了一个 很简单的 他会自动去到他应该去的地方 而且他自动会等 需要的东西都交给下手 甚至这个 process 这个本身 我们设计了一个 所谓的mobatic process 就是整个流程里面 好像有不同的机系 在那里 在那里 去掌管 那些东西 是什么时候到来 我们会提醒对方 而且我们有些AI 去分析一下 哪些流程会经常闭上 然后再改善 所以这个 其实你说是 是科技 还是 process 还是 business 其实两者 已经重叠了 已经不能够分开 所以这部分 其实也是说 这个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或者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类的东西 其实很决定未来 哪些企业 可以分传下去 这是未来的 好多谢你 因为这个 其实也是 我想打印出来的message 当然 我们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 创业人 或者我们真的 想做这个创科 我们的脑袭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 有一个总值 就是科技上要有一个政策 但是我们也明白 这个总值的 limitation 我举一个例子 这里 看泰也倒闭一点 旅游 旅行社 这个是最不能够转型的 因为你是没有用任何科技 没有用任何创业 于是开始有一些 网页 一些apps 它已经是 叫做优质的旅行 提出一些建议给大家 甚至 优质 提供你的 例如你去潜水 你去过哪些地方 我已经知道 以前有些地方 可以去过 甚至可以帮你整个流程 帮你计算一下 飞机 酒店 什么样的 transport 这个services 其实已经有很多apps 可以做到 所以形成 根本上旧的旅行社 已经生存不到 所以大概十年前 我开始跟一些旅游业协会 某个主席 搞一些旅游的课程 其实已经留意到旅行社 是个很老 很老化的生态系统 甚至那班旅游企 因为我们的从业员 是不喜欢training 这个才是最特别的 我们做很多training 其他行业的人 都会来做 而你以后 要如何推动性 他们是不来做training 因为他们是 用一个旧的模式 根本上他们不training 都是大团 然后坐在办公室里 让别人来 参加旅行团 香港旅游社的 现象 其实是他们极为自裁 是完全没有任何理解 什么叫科技 很多叫德国者各 是等质立的 可能上一代留下 比第二代 第二代是没有任何方式 去创新等质立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 科技和企业 其实两者 现在已经开始结合在一起 你不能够两者 同时间兼顾的旧的企业 一定会消失 你说旅游业 我也想了一个例子 真的很特别 这个就是创新科技 但当然 这个 他也可以讲讲 那个是什么特别市场 就是有些人 做一些公司 专门帮客人 就是什么呢 他们有些猫和狗 他们想带着猫和狗去旅行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贵的市场 因为真的很夸张 有些人是约到私人飞机 因为如果不是你 你做不到的 你明白吗 他会帮你想想 帮你计算 你这些猫狗 如果你过不同的国家 有什么法律手助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就像猫去旅行 有些主人 他不想在那里狗 但是我知道 是有初手公司做的 当然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做这件事 听起来就很精彩 但是 如果你问我 我会觉得有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 市场有多大 可能你不是做得 很多的生意 那就变成了 也未必做得 这个也是 其实这个 顺带来说 这个就是 很多年轻人做过 特别是科创的市场 一个盲点 就是说 他们那些科技 就好像很先将做的问题 解决问题 好像很正 但是他们没有想过 究竟市场有多大 因为这个就变成了 商业模式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摆在产业链上 就是你做到多少生意 这个就是 这个问题 但是 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人都会有新东西 但问题是 你的行业 如果他不转的话 就一定会有 已经看到出现了 好 我们四点钟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凯明去示范 一些人工绝能的东西 我们去到下一段 环节 好 多谢会长 多谢会长 现在就 刚才说到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其实里面有一个小工具 这是其中一部分 其实现在大家 我们在说 不知不觉之间 其实我们生活里面 都有一些叫NLP 就是Natal Language Processing 对 变成我们现在 例如我们Google 我们语音认识 我们日语 我们现在不用打了 我们直接就可以 讲完语音 然后立刻转做一些 很方便很快乐 这些技术上 其实今天想带出来的 就是说 例如我们做一些商业 我们要写一些文案 OK 或者我们有些文章 我们出来想看 就是说 我们这些文章 除了自己欣赏之外 可能也想说 我可以在我的社交媒体 或者在我的网页 可以给其他同类型的人 会不会有那个计划 就是现在说的是Google 我们可以提升一些的话 让别人在第一个页 或者第二个页 可以找到 你想推荐的产品 或者服务 OK 其中这个的话 其实这个 它本身的软件 叫做MarketMust 是的 网址就是这个 我们进去之后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登记 一个免费版本 大家有电邮便可以了 它里面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去到这个版面的 OK 当你登入了之后 OK 那里面呢 其实它有个版面 刚才我进入了一些资料 其实是什么呢 我大概先说一下 其实它这里上面 它有一个 topic 跟着你有一条网子 OK 你想要的内容 看看 和那个现在 用大数据去看看 究竟现在即时 现在和这个相关的课题 究竟我们的 是去到什么位置呢 或者里面 会不会有些 给到我们下面 你看到一些颜色的 OK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例如我现在 假设 我现在找Live Day Yoga OK 它的网页 例如我们有一些文章 我们自己写了的 那我们可以将它 在这里 很简单的 你需要将网页 跟着 我就选回 例如Live Day Yoga 跟着 直接按一按 OK 全身温度次 我说一说 它里面的话 其实它本身 免费账户 它有15个 平时查询给我们的 我们按下去之后 其实它里面 出了来的话 左手边 就是你讲的 那个网页 那个文章 OK 跟着右手边 大家看到一些 蓝色黄色 其实是 帮我们去看看 例如 现在在网上 也提到 例如 Optimize 它就知道 有些字眼 例如 现在看到 很多时候 Live Day Yoga 外面 Suggestor 有10个 跟着 我们这里 做到的话 可能做多了 或者做少了 例如有些字眼 例如Live Day Exercise 例如 现在打进去 现在 红色是0 我把这个字 进去之后 大家看到 即时更新了 意思就是 在我们的文章里面 我不需要去很多的网页 它帮我们 完全找出来 究竟有些什么字眼 建议我们 可能这些 在Google 那些人会搜索的 会不会放到文章里面 它会变成 一些人会更加容易 去找到你 现在的题目是哪一个 下面也会有些不同的 highlight 旁边也会有些 例如 不同的字眼 例如 eye contact 我做过exercise 我不是自己 跟自己做的 就算我们现在 未能够直接 面对面去做的 或者在形光幕 也要做到 有个眼神的接触 跟对方 有个交流 这些全部都是可以 完全建议的 OK 接着 它这里有一些 research OK 它这里 其实会有一些地方 例如 它这里会有一些 叫做 在这里的话 其实它本身除了一些 research之外 现在才会再放下来 现在暂时 这个题目 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时间 例如 我现在找到 它能够给予我们的 比较 因为它在说 即时 其实都是6月 7月的数据 它会有些少许 因为它本身有一个 区域去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它才再放下来 即是它那个 现在暂时 它未能够做到 因为都是一个processing power 即是未必能够 即时去做到 但它尽量 是最近期的资料 也不是一些太久的资料 如果这个表 它出来之后 这里会有一条trend 会看到究竟是几时 例如 几月份 它会有一个 现在看不到 是的 它有些时间 因为它出来之后 它有一个绿色的色 它出来之后 其实它也会给予一个trend 就是说究竟现在市场上高 或者在网络上高 大家现在最热的一些 一些 是谁 它都可以 即时可以给予出来 另外 例如我打了一些 不同的题目 接着 它有些问题 这个都是网上高的 它都会根据我们的问题 以及根据一些地方 例如现在有美国 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 是根据不同的地方 它可以帮我们 在地区上做一些分类 中文本身 也有一些 叫做这一方面的网站 这个比较是历史 这个是英文来说 这个比较用得比较多些 还有现在是 比较稍为建造成熟一点的 技术 这些网站 旁边都会显示 旁边有个分数 意思是 它有个认识 其实我们的网站 本身 或者其他人的网站 里面显示出来 它的分数大概是多少 它有个比较 这就是其中一个 大家可以去网上 可以再找你看看 另外 就是一个叫做 就是这个 HopHop的一个 AI的一个工具 大家可能手上 都有一些祖父母 或者在家以前 曾经小时候 拍下的照片 可能是黑白色的 我又想做到 就是有一些赏色 或者已经是 旧了 我又不想那么复杂 开个Photoshop 会慢慢去做 十几步骤 二十几步骤去做的 有一个很好玩的工具 就是说 我们只要打这个HopHopHop.AI OK 其实里面的话 它有很多工具 例如 你们有些 可能我要做一些multi media 我要将一些图去改 变成一些NFT 或者我要将背景 抹了它 放到一些另外的地方 或者将一个object 把它拆掉 它都可以做到 但今天想示范一下 就是说 我们如何复杂一些 叫做旧的相片 OK 它里面很简单 我们只要Upload 免费软件 都不用登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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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我就 Restore 要给大约十多秒时间 这个会帮它较小一点 下面按右下角 这里试过不同的网站 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分类 我们尽量拿到最大的 然后免费版就会有一个比较小的套 如果负责的要付钱 大家可以先用这个 它的照片就会放上去网上高 接着OK 这个就出了你的效果 这幅画来的 你也说它都分了所谓好 这个完全没有做任何人工 它自己就分辨了 这个难道高一点 这是画不是照片 因为刚才我想找一些照片 突然间没有人就出了这个 这样挺好的 我们的变彩店是上了色 我们的变彩店是上了色 这个小工具 大家可以帮企日常 或者帮朋友 都可以免费的 大家可以玩 其实还有其他网站 但是这个颜色出来 就比较严重 而且操作上 有几个不同的工具 在同一个表面 大家方便 相片 变彩色相片 变彩色相片 这些黑白电影应该变彩色相片 对 例如这些 可以有一些 不同的相片 就是说是以前 很旧的相片 这些都全部 这些都是黑白色的 它都懂得分 例如后面是露露地色 例如这些砖 人是彩色 全部都分得到 我想它是有少少 就是知道不同类型的相片 就是哪些是建筑物 哪些是建筑物 就是它那个人工智能 是做深了一点 所以如果不是 没有理由做得那么漂亮 是的 真的有点圆境 因为现在相片和画展 相片和画展都不同 这个画展都不同 这个画展做到 这个真的很难 它就懂得分 后面那个是真的陰影的 是的 这个的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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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多工具 很多很有趣的工具 其实都是free 大家不妨去玩 我都出了一个processing 甚至大家用youtube的话 有些本身原先没有字幕的 你可以选择 在齿轮那里选择自动呈现字幕 那也不错的 那个也不错的 就是本身上载的人没有摆字幕 原先没有字幕的 就变成英文字幕 然后再回到中文 每个人都为超为妙的 每个人做得真的不错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工智能的载轮功能 是一绝的 好 我们多谢凯明鞋的示范 好 我们继续进入第三环节 我们照样讲到4点9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问 5点之前我们会离开 其实这个demo真的很好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人工智能 当然了 人工智能 你问我 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很长的series 但是我大致上现在讲一讲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商业上 或者科技上用的人工智能 其实是少少智能的 但是很对焦 在那方面 因为它智能多一点 于是令到我们就可以解决到问题 就好像刚才那张照片 我很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做的时候 他们有少少分析一下 这幅是画还是照片 这个是不是阴影 就是有少少 他未必很准 但是他做多一步 他做多一步 在他这方面 就会完全很好 但是当然了 如果他做多一点点 例如说交通以外的照片 就可能不行了 就是不行了 所以变成了 所谓人工智能 就会加多了一小部分 如果你问我 用人工智能 在这些 解决商业问题 是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真的 会令到你家公司 无论公司自己本身的 营运登席 或者产品做得好些 这个是好的 但是也不需要太过迷信 或者担忧 当然了 如果人工智能 越做越厉害 将来我们可以慢慢讨论 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比如现在的网站 那些 基本上都是解决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所以这里我今天也会讲一讲 希望就是这个故事 前一天我说过 就是Google 他做了一个 就是聊天机械人 就叫做Lambda Lambda 其实Lambda 都好像跟以前 有些Language 就是Language Language Processing 有些关系 其中一个聊天机械人的测试员 就是他们的员工 这个Mr.Blake Lamoy 他测试了一段时间 他直接从外面说 Google已经做了一个聊天机械人 是有意识的了 有自我意识的 就好像是同样的 也有几大活响 接着就被Google炒了 好像说不是炒 不知停失落 总之就停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Google 觉得他是胡说的 而其实如果你在外面 很多人的反显出的意见 都会是这样的 比如这里有一个Stanford的AI教授 他说 这个只是转移话题 就是基本上 那个人有意识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而你也记得了 我有绝对的一件事 就是说 其实就算不是Lambda 原来很早以前的Elyza 1976年代 是的 那时候 麻省理工做了Elyza 类似聊天机械人的东西 那时候也没有聊天机械人 没有查询 总之叫做一个program 可以跟人聊天机械人 已经有人怀疑他有知觉 其实不是的 那这个就变成了 那些人就觉得 究竟如果这样讲的时候 那机械人的工智能的限制 去哪里呢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个顾员 他真的有个误解 如果你在那个网站那里 你可以下载整个 他怎样跟这个Lambda 即是沟通那个script 全部可以下载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我问到一件事 就是说灵文是做什么 那这个Lambda 你看他都挺厉害的 就是他的 Lectural Language 他说 to me the soul is a concept of animating force 就是behind consciousnessly 就是他用了很多 我想 不要再翻译了 但是就是说 他用了很多的 就是这个能量啊 这个知觉啊 各方面 就是一个内在 就是一个内在 一个program 就是有内在 有 spiritual的 就是在灵性上的 所以就 其实可以的感觉 都可以吓人了 就是这样做 所以就变成了 那个人就很害怕 于是他问了很多东西 就是很多什么 什么神啊 就是都有问很多东西 但是所以就是 因为这个Lambda 的答案 就让他觉得 这个人是有conscious 但是其实来说 这个其实上次 也有一个说过 但是我觉得值得再说一句 就是究竟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一个人 有人工智能 是为什么他有人工智能呢 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这个 其实这个Turing's class 就是Aaron Turing 就是一个非常之出名的 的电脑学家 现在电脑界上面 最出名的那个 那个奖项 就叫Turing-arrot 就是Nainmarker学院 那么他说一样 其实就是 就类似是什么呢 类似是我们法律界里面 的陪审团制度 就是说 这件事要怎么决定呢 要普通人决定到的 才是好事的 那么他怎么说呢 就是说 好了 怎么分出这个人 是不是有这个人工智能呢 你看到下边的图里 就是A,B,C三个 C就是一个测试者 就是我 或者张博士 坐在这里 我们测试 A和B呢 B是一个真人 A是一个电脑的program 他那时候 七十年代 他用一些最传统的方法 就写字 我在字里写一团问题 水去两边 就是两边 我不知道哪个电脑 是哪个人 他两个给了答案 我看了 接着来来回来 很多次 如果这么多次来回来之后 接着我 我试过这两个 我没办法知道 哪个是人 哪个是电脑的话 他就说 这个电脑的程式 就有人工智能 这个其实是很聪明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 因为他在外在上 我已经没有办法分别了 我只可以相信他 所以如果 现在你看到这件事 是刚才那个 Blake Lemaine先生的案件 其实他不是说 知道那个人 是有 这个自我意识 而是只不过 在他的角度 他没有办法分出 和他沟通 那个电脑的程式 因为是一个真人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 就变成了很简单 因为这个只是很外在的 其实这个程式 他假设到 那个电脑 假设到好像人 那样的 就不是代表什么 所以如果他这样说的时候 这个就会是一个很 很简单的事情 只不过是可能 这位先生 他会觉得 如果这个程式 他回答了一些灵魂 闲 这方面的哲学性 的问题 他应该有自我意识 他应该有个人 这个是他的误解 而是现在的电脑 因为他有办法 有很多篇文章 他抽了些 自然的知识 于是 他就可以做到一些 类似的 这样的 问答出来 所以如果你问我 这个我特别想说出来 就是 不要 在方向上 有很多误解 对过人工智能 第一 就 太过迷信 他是全能的 做了很多很厉害的事情 令到问题 其实现在我都见到很多 尤其是有些年轻人 他们很勇敢 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系统 人工智能 解决到一些很厉害的问题 但其实未必真的解决到 而他解决的问题 就像刚才说的 例如RAP 或者相片 那样 相片 普通来说是黑白变彩色 但是他 因为他多了少少智能 知道那个人的背景 还是阴影 于是他由黑白变彩色 变得漂亮了 这个是可以的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应该赋予人工智能 这个能力 而在现在这个科创社会 即是宇宇宇宙社会 也是我们应该做一件事 加多一部分人工智能 令到他可以 serve 到我们那些事情 做得好些 这个是绝对正确 也是用来赚钱的方法 但就不要有这些 这样的孤零生活的想法 就是以为他很强 强到现在去到人 其实是没有这些事情 你信不信你再说一句 我们下一个series 开始讲第三讲 这个创播之后 我们讲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其实最重要的是 跟这个 我们叫行为心理学 Cognitive Science 做一个简单平衡的对比之后 对照之后 大家可以了解多很多人工智能 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未来的三讲 我尽量都由 这个所谓人的智能 我叫行为心理学 和这个人工智能 做比较 很多这一类 我们一开始 人工智能的时间 所问的问题 很深刻的 到今天 这些问题 都会再出现 而且所产生的冲击 就会更加是 令到大家 会 对人工智能 有一种 我们叫做 叫不可思议 到底人工智能 能否突破到 行为心理学 做到相同的事情 Tuning Test 就是说 我做到相同的事情 到底可以 还是不可以 我们下回分解 这部分 刚刚博士说出了 现在的应用面 去到商业的应用面 其实还差很远 因为商业应用 R&D的潜能 两者是有差别的 所以有差别的 始终是差很远的 我们说到某些领域 它是远远超越了人的 比如我们说军事上 用人工智能 这个是远远远远超越了人的智能 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例如我们说下期 今天就算很简单的 下载了 以前我们的电脑 一定下载不了 一个很能力的围棋 的程式 今天你试试下载了 Apps 围棋 你会捉不出来 其实人工智能 在这方面 我们说的是一个很窄的应用 其实这个是远远超越了人 我们叫什么 哪怕你是全世界的冠军 你是输给人工智能 这方面 到底为什么 这些领域 一定是人工智能 贏过人类 其实在R&D上面 有可能性 但是应用 我们将会分开 厘清 大家就知道人工智能 去到哪里 这个未来 到底智能会不会叛变 这个始终是一个话题 好 所以就是快快 为什么在创科上 就是说 现在的人工智能竞用 是解决一些很小的问题 令它好一点 做多一步 像刚才那样 令到黑白相片 彩色相片 变得漂亮一点 这些是好东西 这些就是 如果你说现在这个创科 基本上这个是很好的 大家都可以想想 这个方法 作为一个 做生意 科创的方法 怪不得在网上有些 以前黑白的照片 现在变成彩色 好了 人工智能已经用了 是啊 因为黑白相片 和彩色相片 讲多一点 这个有一个 好处的地方 是什么呢 它们可以将很多 现在彩色的照片 转到黑白 然后反过来 做分裂 因为它有很多实例 这个容易做很多 而人工智能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发觉 我们有没有办法 找到很多实例 如果你做到很多实例 就容易搞到 当然 如你所说 不同的研究领域 那些也是很精彩的 所以就要 只要人工智能 去到一个窄的领域 有时候我们整体 做一个language 比较是最理想的 如果你的sublanguage 就是围绕着这个 领域的语言 只是围绕着这个 领域的语言 人工智能做得非常精确 比如法律文献 如果你看法律文献 你所做的人工智能 只是看法律文献 所以他所能够做到 寫出来的文件 和消化的文件 应该是被人的专家 快和准 所以这个 我们叫做sublanguage 就是石油人工智能 要你去到大海流浸物 也不允许規範 要他做到人 相当的所有技能 这个 的确是人的 connective science 研究证明 我们的行为生理学会 比人工智能 如果你说是尊重某种专业 专家 我们一定做得好的专家 这个就是我们下回分界 好 接着下面讲的 就是比较小的 较小的较小的东西 就讲了这么久的科技 就讲了一些不是科技的东西 这个就是罗马神话里面 Wilkern 就是其中一个 十二个主持之一 那是什么呢 很有趣的 在罗马神话里面 譬如是宙斯 天帝 就是很多 这个罗马神话里面 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他计划是火神 和工艺神 就是做技术 他这个特别的地方 应该来说 就是十二主持之一 那个样子最不好看 又有少少跛脚 你看到 其实人们都觉得 他未必是一个很鲜明的形象 一个领袖的一种感觉 但是他做一些很实际的事情 但有趣的是什么呢 这个火神 或者火山的神 都是类似的 他们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负责帮其他的神 做一些装备的 就是 就是宙斯的那些武器 雷神的锤 雷神的锤 就是各方面 所有的武器 都是他做出来的 还有他呢 有些的故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曾经做的一个机关 一张椅子 被天佑希拉坐上去 然后就锁住了 就是所有其他十一个神 都没有办法解开 直到那些人就要 跟他喝酒 哄他 哄到他走 走神 他才可以拆到他 所以你看到其实来说 在这个罗马神话里面 其实有一个印象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科技的推进 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能力是很大的 你看到其实 在这个隐喻来说 基本上 他这个科技的力量 是会等于他们 那十二个主神的力量 是有得确确的 这个也挺好玩的 因为 其实美国的美元霸权 是透过他的军事 科技霸权而来的 为什么他们这么恐惧 今天刚刚我们的Luncetine 一本就 新闻就是说 美国的隐形战机 因为中国之前在一个 X-X-Pro里面 就展现了他的 新的隐形战机 甚至他的飞行 真的可以给你看 还有80度改变方向 急速 以及高超音速的隐形战机 刚才就说 新闻就展现了 美国的隐形战机 不过这个美国的隐形战机 就是很神秘的 只是一个影像 一架被人被人的飞 的战机 他把他说的事很厉害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这个军事科技 是美国之所以的King of Kings 他觉得自己是万王之王 因为神赋予他们 君子力量和美联的力量 所以现在两者都开始崩壞 所以为什么中美的矛盾 必然不出现 所以我们在下星期六 留年月差 大家留意 这个中美的矛盾 已经去到更加白热化 所以这个科技太厉害了 原来这是一个根源 西方文化里面 不过上星期已经超过热化了 所以就停下来 我尝试尽量不讲太多科学的成分 但是主要是看到 那个神髓在哪里很有趣 我选择了两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区块链 当然也不是区块链全部的 区块链很多人都没有讲 只是讲其中一个点而已 第二个就是立体的算法 因为其实同源宇宙最大就是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desensualization 就是和区块链有关 第二个就是同一个立体算法 就是我们的AR、VR、影像等等 所以我就讲这两个 好了 区块链那里 当然区块链第一个应用就是这个Bitcoin 那时候其实是一个 无论在财政上 就是管理上 或者科技上 都是很精彩的设计 其他那些我就不讲 我只是讲最原始的区块链 就是Bitcoin用过 之后那些也有类似 它们中间其中一个步骤 这个步骤 其实它就是用了一个 叫做Hash Function 这个中文叫做 杂构值 我不知道是什么 其中一个 这个Hash Value Hash Function 做什么呢 就是做类似一个电子的手印 电子的指模 就是数码指模 如果你想看学术上 基本上就是说 密码学 就是这个 因为电子签名 各方面全部都是密码学 Hash Function 刚才说这个 就是电子指模 这个东西 都是密码学的部分 但是它们用的那些多数都是一些 其实是一些比较低次当的密码 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应用 而基本上来说 在这个区块链里面 它怎么应用这个Hash Value 就是很简单 它将一个文件 已经浓缩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代表了整个文件 那怎么叫做浓缩了呢 那来做 那这里首先 都讲讲一些事情 那区块链是怎么样呢 就是每个交易 有一个叫Transaction 有个纪录 接着呢 有一个block 为什么叫blockchain呢 就是有一个block 一个区块 一块里面就写着很多交易纪录 那大问题呢 就是每个block 都有一个特别的数字 就是那个数字指模 那这个呢 就可以一个数字 已经代表了整个block 无论block 多大都好 接着这个数字呢 就放在下一个block里面 下一个block呢 又有一个数字 就放在下一个block里面 于是整条链呢 就改了出来 所以叫blockchain 就是这样 就是那么多个block 那么多区块 做成一条链 所以叫区块链 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block呢 因为有一个手指模 你不能改得 我有一篇文章 我改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和那个指模的数字 就不match的了 你改不了出来的 它就是讲这件事情 于是呢 你整个区块链 为什么整个人说 整个区块链改不了呢 就是由这个 这个科学事实做出来的 就是那个改不了出来的 好了 这个就看回图了 虽然是小 但是也应该看得到 就是说 窮色的那个 每一个就是一个block 那里面呢 就写下了很多的 transaction 诸如此类的 很多数字来做 但是有趣的是 就是每一个block 其实它会计算到一个数字的 那这个数字呢 就会放在下一个数字那里 但是这个数字 我就没有特别写出来 就是你记住 每一个block 其实就是计算到一个数字出来 这个数字呢 就会在下一个block 就是这个 好了 这个图大家 大概记住 就是很简单 一个block 一个很长的文章 就做了一个数字出来 这个数字呢 就放在下一个block 就变成了文章另一部分 OK 得意在就是什么呢 这个讲回理论了 这个理论 就是什么呢 无论你一个文章很短 比如Apple 五个字母 好 接着呢 它们在数学上有一个hash function 这个hash function 就是一个公开的减数 就是你网上告诉你 全世界都知道的 它不怕的 不需要keep secret 不需要保持秘密 大家去做 它就会做出一个很大的数字 你看到 很长的数字 应该这个呢 就是160个bit 就是160个bit 就是大概20个英文字母 大概 但是问题 如果一个1Mb的file 你经过这个减数呢 一样出回一个160 别一样大于20个英文字母 这个数字 但是如果一个超大的file 100gb的file 经过这个减数呢 都是做到这个20个米小数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如果你这样说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不同的file 它会做到出来的数字呢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的指纹 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没问题的 他说不怕的 为什么呢 原来它有趣在这个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file里面 你写着很多 比如很多写着文件 一些很长的文章也好 一个video也好 或者刚才区块链 是很多不同的交易的交易记录也好 如果你适当改一个数字 你那个签证 就是你的指纹 数码指纹 就会完全不同 那你肯定这样说 如果我想犯罪 我想改加纪录 我帮你买这部电脑 我给你100元 我改了 我原来我给了1万元 那这个肯定是作价 是不是 把100元改成1万 但问题是我一改 那个指纹就变了样子 不同的了 而这些人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验证到这个文件被人改革 就不可以接手这个文件了 所以为什么那些人说区块链 你不可以被人改呢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去验证 这个数码指纹 有没有改革来做 那当然了 另外一个更简单 就是喂 会不会其实是这样的 我说我买这部电脑 由100元我改成1万元 接着下面那个名字叫做陈大文 我改成了做陈小文 那便移一下移一下 于是那个指纹就一模一样 这件事呢 可能对普通人来说 就是反逻辑的 但是呢 数学上是证实的 就是刚才这种改法 是改不了的 就是没有人可以 我譬如我把文章 一个交易 100元改了1万元 改了数字 接着下面我乱这样 你让我乱这样改 你让我乱这样改 改完出来 那个数码指纹 是改回从原本的一模一样 数学证明是不行的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 科学家做了一些 这么有趣的 数学上没有什么用 很理念化的 很理念化的 但是原来应用在这里 就是这个用途 说简单一点 这个hash function 是一个好玩的 好像一个black box 好像一个盒 那你放什么 它会给你个数字 这个数字很长 好像是什么 216bit 166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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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 166bit等同于 已经是无限的 在数学理论里面 基本上 你放一个东西 每一次 你放同样东西 出来的数字是一样的 你放不同东西出来 的数字一定不同 这个就是所谓hash function 这个就是hash function 因为数学上的证明 是很disperse的 不会撞到机会是零 所以 变成了 如果你拿着原先的那份 改了一些东西 你把它放进去 hash function 就已经不同了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灵魂所在hash function 很好玩 总之如果同样东西 放进去 就出一串数字 放不同东西 一定出不同的数字 所以这个就是灵魂所在 这个就是 我想说 经过科学的发展 在商业应用 那个链系 起来 很奇怪的 一个blocker 就把所有的 transaction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把这个blocker 放到hash 之后 企图在这个blocker 改任何transaction 都不行 因为他已经记住了 hash function 在下一个链和自己的链上 根本上 你一旦改了 整个链就知道有问题了 有人单改了 所以你们听到外面的人说 为什么在区块链上 人们改不了 就是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数学理论 给了他很大的基础 你这个blocker 里面 你一个块里面 你只能改一个字 都好 你那个签名 你那个手指毛 都改不了 但是因为这个手指毛 放在下一个区块里面 所以下一个又改不了 就是 个个都改不了 就是整个链 为什么都改不了 就是这里 另一个就是 当你下载了 这个区块链的application 整个完整记录 也在你机上 要是一旦改 就要改成 所有人机上的information 这也是另一个原因 因为他改不了 所以区块链真的很安全 所以我想说 那些科学的进展 和实际的应用 你可能会觉得很特别 就是一条这样的理论 但是为什么这条理论 就会认到 那就是这些 就是值钱的地方 是的 我们人民币数码化 都用到blockchain 都用到区块链 好 第二个就是 其实上次也说了一点 就是立体的技术 而立体的选法 其实这个影响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现在我们来说 譬如说 我们戴个ARVR眼镜 刚才拍摄一些照片 我们都有很多的相片 但是问题是 在现在这个世界 特别是说元宇宙 全部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3D和2D 这两个东西玩来玩去 我们戴着眼镜也好 在电脑看也好 3D的东西 这个黑板 这张椅子 这个风扇 变成了一个2D的图案 但是接着 我们想把2D的图案 变成3D的东西 现在比如说 网上也有很多的工具 比如说 你一个人的相片 他可以把它 把它放回3D的人 就是 走回立体感 令你觉得漂亮一点 大家都在玩 对 但问题 大家要记住 就是 立体变成平面 其实一定会有实陣 就是说 其实这个 就会有一样一阵法 好像 这张相片看到 就是一张 一个建筑物 一个3D的图案 如果你的人眼看 变成2D的图案 就是这样 于是 其实我们现在 很多魔术师 玩魔术也好 就是做很多东西 全部都是在玩这个游戏 令到我们有一个 视觉上的不同 上次的设计 虽然我们没有讲 但是 尤其我都说到一点 就是这里 这个 有一个叫做Ambiguous Cylinder 挺有趣的游戏 就是 有一个叫做错角展览 在2016年其中 有一个奖 就是 它有一个 你可以做到一个立体的小模型 你正面看 就是四四方方 就是在YouTube Capture下面 四方形 在镜子里面看 在镜子里面看 你看到是圆柱主体 就是说 其实是什么呢 你先说 其实它是中间一个很怪的形状 又不是圆柱主体 又不是四方形 但是在某一个角度 你看过去 就像这张图那样 因为2D的景象 和3D的分别 我放过这个 不如你先看看 这个影片大家感受一下 挺有趣的 大家看到的 大家看到的 画面的那个镜 就是同一个 就是同一个 然后转去 中间你看到 那个镜子 对 中间的就是那个镜子 最终是生肆形狀 所以当3D变成2D的时间 其实我们可以玩很多 是的 现在YouTube也有些 有些人说 如何在镜子里面 玩3D的画 好像立体 有一只恐龙咬你 当然 我们看的那些3D电影 就是2D变3D 就是2D变3D 握着眼睛 令到你好似 好似新的奇境 好 好 好 接着 你分享 你分享 我分享 我来 所以其实来说 这个就是 当然这个链接 我上次也说过 这个链接挺好的 它挖给你那张纸 你那张纸 你剪了出去 你自己的组 就自己玩一下 但这个最主要就是说 3D和2D有这个分别 但问题是3D和2D的转换 在实际上来说 是很需要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说 其实很多我们有的 GPU 就是要它做快些 就是做这些东西 因为它知道全世界很多东西 你需要很多东西 你可以看到3D转 2D转 转 所以它特别计算 那些数据得快些 它将那个 mechanism 已经是放进去的chips 所以就做得很快 这个对产业的影响很大 GPU 现在是很强的 很多电脑的GPU 是不是叫Graphic Processing GPU Graphic Processing 所以它主要就是做这些东西 就是令到你 我们现在很多的宇宙 那些一定要做得很快 很快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在地球上 很有趣 在数学理论上来说 我们看到那些 刚才我们看到3D和2D 都是我们的平面的几何 就是很简单 但其实来说 我们在地球上 我们是一个球梯 我们的球梯在表面上 所以其实有点不同 这个我就 简单 用一个智力题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有个人 在地球上某一点那里 他向南走100米 跟着向东走100米 跟着向北走100米 跟着向北走100米 他回到原本那点那里 那为什么呢 如果你下面看到 红色那个 就是我们平时在平面 就是任何地方 你向南走 跟着向东走 再向北走 那一定去了不同的地方 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看到地球 如果在北極那点 就会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因为你向南走100米 那你去到南了一点 跟着 不论是东走100米 或者200米 都好 你都是在那个圈那里 转来转去 你跟着你再向北走100米 你就会回到北極那点那里 你看到 这个很有趣的 就是变成一个 類似一个U的形 就变成一个三角形 这个拉低线 要有人遮住 对 哦 不怪自己的 这个不要紧 就是北極那点而已 其实来说 所以你看到 这个实际上的问题 就是我们用的模型 就是会不同的 这个我想说 就是在这个实际上来说 就是很多科学的发展 这些数学的模型 是有一些特别的不同的地方 但是 他们为什么出现的地方呢 他们都有一个目的 就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其实来说 就是基本上来说 你看到科学的那个应用 就是解决我们的生活的问题 而事实上 在这个创科来说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呢 就是希望我们这些 的科学上的发展 就是无论是 譬如说这些 投体几何 或者是刚才说 区块链 那个电子指模 那类的东西 我们都希望在这个实际上 就可以令到我们的 的价值提高 增加商业的知识 增加商业的技能 令到我们的产品 可以更加值钱 就是从而做这个创业来做 这个就是说 就是现在来说 如果你讲 在这个宇宙那里 究竟哪一些的科技 会是 就是 比较上是 更加快有用呢 就是这两个 就是说一个就是 区块链 另一个就是立体的算法 这些应该来说 就是很快 就立即可以用到的 好了 接着就说 现在都差不多 差不多 你看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现在我们就讲了一些 我们的重要的科技知识 大家就应该回去 就可以问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 究竟科创需要什么的科技知识 当然任何科技知识 都可能有用 好像你说的 就是 诸心和人心 将来都会很大用 但是如果你说原语 就当然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在ARVR 各方面 或者区块链 这个 应该会比较有用 当然 另外就是说 科创需要什么的商业知识 普通来说 我们的商业知识 是不是已经足够 或者是有些特别的 大家可以回去想想 另外就是 当然了 除了商业或者科技 我们都说了 这两个是两大支柱 但是也都未必那么容易拆得开 但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又会不会有其他的意识呢 当然了 更加重要大家知道 有些知识不代表在一起 就是人做事成功 都有很多不同的条件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 好像律师提过 就是说 科创需要什么的性格特质 就是比如说 你有一个年轻人 你想走科创的条路 那你本身的性格 那个向性 是不是涉及到一样 或者其实不是的 可能你做其他行业 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是要大家看一下 而当然了 这件事来说 就是我们也都 有两个点 我也想特别提一提的 就是作为今次的一个 就是我讲座的最后提了两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Education 就是STEM 和STEM的Education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project based 这个下一张视频 就要看看 这个就是我找到 其实很有趣的 我们经常讲STEM 尤其是现在的报纸 政府 教育家 都讲了STEM 我尝试找STEM 那个中文 我发觉找不到 有些只是提到理工科 这个是最似的 其实大家都好像明白 做什么的 STEM 就是Science 就是科学 technology 技术、工程、科技、技術、工程、數學 大家都覺得這些好像很理科的東西 但是究竟是做什麼? 為什麼後來展示到STEM那裡呢? 就是他將STEM這四個東西加多藝術 但其實你問我,我覺得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其實你看清楚任何發明的東西 其實一定要有一個設計在那裡 如果設計不好,其實你會知道是無法行動的 就是區塊鏈,剛才講過了,當然它有一個science的基礎 但是如果不是因為它在這個admine的方面 就是有一個beauty在那裡 那些人是不會一開波的比特幣會用 或之後是不會用的 而另外就是譬如說,你都知道的 就是你任何一個譬如說商業的產品都好 你最後出來的東西,就是好像譬如說 剛才說到心臟起薄器 它怎麼做到小到它放進去呢? 其實這個已經是一個設計的問題 一定有經過一個art的成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只是教stamp是不夠的 只不過有可能一些人覺得stamp是基礎訓練 這個是真的 但是有了基礎訓練之後 真的要加上steam才可以做到的 而我看回,如果講steam那些 不過你都可能可以跟進去 它都會講幾樣東西 就是holistic thinking 就是說整合式思維 就是說我們整個問題的解決是活動教學 和這個project based就是專題教學 這個我會覺得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其實如果你說stamp是steam 其實分別真的很大 現在大家真的要注意 可能是看steam那些東西 這個特別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經常說interdictionary 所以科技一面 人民科學一面 應用 應用到雙語的應用 基本上只是做科技 只會跌下去好像Tesla的下場 或者是另外一個發明什麼什麼 good year good year good year是一樣的 下場就是沒有什麼好下場 只不過是很便宜的 將自己的科研 賣給一些有商業投入的人 所以如果只是steam 即是steam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發明人 不過是沒有能夠享受的成果 如果同時間我們了解人的世界 因為art就是我們人民科學 其實也叫藝術 反而人民科學那邊都屬於這個範疇 那就開始比較全面一點 因為我們那個卒面 有些機會成功 機會高很多 我覺得是絕對正確 正如我們說的一個holistic 現在很多時候用holistic這個字 holistic就是全職 我們叫整合性 我們說holistic madness 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說健康 健康 wellness 就是和health care有些不同 wellness就是說一些 類似養生 或者是優質的健康 現在我們說的是holistic wellness 都是正合性的 不只是身體 甚至是我們叫精神的 甚至是一些靈性的 一路這樣推上去 甚至是社交的 甚至是我們叫做一些人和人的關係 這個呢 甚至是價值觀的 所以這叫holistic wellness 所以這個呢 其實整合性的部分 是特別重要的 所以創科精神似乎 不能夠只有科技 但又不能夠沒有科技 是 我會覺得科技就是一個底層 一定要有 但只是有的 又不足夠 因為要加密 這個也都說 就是我下面最低的一個項目 就是 我們經常現在有個term 叫做科普 就是將一些科學知識 講給別人知道 但這個呢 其實在我腦海都想了很久 其實這個 是不是一個 對做的事情呢 或者這個term 對不對 純粹說 我們覺得科學很複雜的事情 於是我想去簡化了 等做人知道 但反而反過來 我覺得是不是說 不是說 讓普通人認識科學 這個已經比較低層次 我覺得應該就是 讓普通人認識科學 和其他學科的關係 這個才是 你講了holistic 這個部分 我也想看看這方面 究竟在創科那裡 是不是一個重要的一範圍 令到一些人 一看一看一看 創科 科技的進展是重要的 反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這些科學的知識 和其他知識怎麼連繫 這個呢 其實現在所有的大學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 叫什麼 feary of knowledge 香港有嗎 有嗎 有嗎 我想在他們的common core 有的 現在很多都是 feary of knowledge 我想就是處理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叫做比較 去到尋根跪舊底 去到所謂知識如可能 知識論的問題 裡面包括了一個所謂科技 叫做科學 和人民科學 兩方面的一種 的深層次 的源頭 都應該有涉及到的 所以的確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一些 和我們 和我們當年讀書的時候 那個理念不同了 現在可能真的比較適合 你的新一代容易創科 我相信這一方面的重視越來越多 或者所謂的feary of knowledge 這方面 我贊成的 只是科技是不夠的 叫科普也是不夠的 我想叫做 一種所謂整體性的 一個holistic 就是整合性的 一種所謂知識 是更加重要的 好 接著最後 都是略略 其實這一個和下一張sled 都是 summarize 這次的talk 大家看到 如果是這樣說的 先回到宇宙 宇宙的創業相機 剛才提到的 技術分裂來說 主要是說五感和區塊鏈 這兩個真的很多 但問題就是 每一個不同的領域 甚至公司的運行 都是人工智能 很多 所以我就會擺這三個 作為宇宙技術分裂 當然 另一方面 在宇宙 我們現在經常說宇宙 通常都會想到一個感覺 好像一個很科幻 全世界都對 但其實你想清楚 在很多商業環境 你那個對象是會很特別的 比如很簡單 有些公司的企業客戶 學生 退休人士 或者一些特別的社群 例如說他們說某種語言 或者諸如此類 有個不同的教育背景 這些特別的才是人道 我們可以想一下 究竟在宇宙的創造 或者那些生意裏面 是不是一些很特別的 因為你看到 你越focus的話 其實在現實社會上 越容易成功 你用一些新技術 各方面都會成功 當然 另外就是 比如說創科的成功條件 我下面寫了幾個 其實今天我講的 第一 如果大家想做一些新的 你一定要認識你那個 做過行業的產業鏈 現在的產業鏈是怎樣 你做一些新的事 你是想完全打破產業鏈 這是很難的 很大收入 但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你順著現在的產業鏈 改進部分 或者甚至完全改進都不改進 只不過是產業裏面的一部分 我做得比其他公司做得好 這幾個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 就是你公司的優勢 你的技術的強度 還有當然 也就是剛才說 很多你看到的就是外外環境 外外環境就是 比如說 新的不同的技術發展 新的人工智能 就是現在有些東西 以前做不到 現在做不到 那你就立刻用到 就很好的 這個就好像剛才說 雪櫃一樣 你要看外來的交通系統 供電系統 它有新的發展 那你就才有新的商機來做 剛才那個也說了 你究竟是參與和改進現存的產業鏈 就是想做一些很destructive 就是完全做一個新的產業鏈 當然這個真的很難 有是好的 但是真的很難 所以最後也回到今天 就是大家想一下 其實我們都已經說了問題 就是在創業的環境 當然創業可以完全沒有技術陷量 但是現在的21世紀 遠遠狀時代 有生科技成份的創業 給沒有生科技成份的創業 是否會容易一些 或者難一些 難點在哪裏容易一些 大家這些就是可以翻譯 就是可以想想的問題 當然了 這個結論就是 這個就是之前的整個討論 我們都說過的東西 就是你看到那個圖的什麼 那個陰陽就是表示 有兩個功能 一個就是錢 就是商業分數 一個就是火箭 就是科技的因素 其實就是科技和商業的結合 當然了 這個結合 外圍來說 比較實質的就是生態系統 就是產業鏈 而這兩樣東西 我都剛才說過 就是 我很想將兩樣的分開來研究 因為這樣比較容易 但是似乎也有一點點難度 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 我們想參與這個新的創方的話 這兩者的認識我們都是必要的 這個就是我簡簡單單的 心來做今天的報告 非常清楚 我們都做一個簡單的 像剛才許博士所說的 我們再推進一步 我們上一代的智慧就是講 做生意 被休買先休買 其實創科是一樣的 創科一定我們才看到這個形容 就是在現在的企業 現在的社會 到底我現在這個新的 我叫科技的突破 它的應用會變成哪 舉個例子 有很多沉浸式的一些成果 是應用在比如說手游或電油上面 這個變成直接就已經可以 進入一個很大的市場 也都是相當一張的 因為有一個沉浸式的感受 手游或電競 是比無沉浸式的 應該可以脫穎如出 所以其實我們去做一個 所謂科技的創新 其實基本上如果沒有任何的 我們的應用 所謂對於一個商業 或者是企業的運作 的一個知識的話 根本是不可能變成任何 我們叫成果 只能夠做到就是 維他人作家以上 就是我們科技的成果 是很便宜的價錢 比一些有企業頭腦的人 對這個社會比較認識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們反而 對現在對我們的世界 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人做了什麼 這個認知可能給 和科技的突破 這種能力 應該是相乎相成 兩者能結合的 就是創科學精英 兩者能夠做一個 科學家 一個窮科學家 其實我不想 給一些負面 給一些科學家看 很多科學家很窮 你做了一個法令很便宜 你突然間被人買了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也不是最差的 更差的是什麼 你做了那件事 但原來在實際社會上 是沒有這個商業價值 於是連整 要買你也沒有 現今上加美機可能是其中一種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說 最重要的是 始終創科創科 有科技成份的創業 其實那個 我們叫做能夠成功 和變成一個大的企業的機會 是比沒有科技成份的創業 應該有機會暴跌 原因就是 始終科技是一個 變成一個barrier 變成一個利益 要入門的關卡 你入門的關卡有多難 如果很多競爭者要進來的時間 起碼在波技上面要做得突破 起碼有你這麼好 這個也是能夠保護了 我們所初創的企業的生存空間 所以我們人沒有我游 所以我就游游小 到人家游的時間 我已經改良了 改良很多板 所以人有我游 到人游 人家做得很好 你們要轉行的 除非你到時候 因為scale 所以人游我念 我做得便宜很多 所以我仍然有一輩子 如果人家都很便宜 那人人都做得好 你學著做生日 你學著做生日 這個要領域已經沒得做了 這是大多人 這個就是 之後我們所說的結論 好了 那你還有什麼事要補充呢 都沒有了 記得留意我們下回 所以今天就很感謝大家 我們剛好5點鐘準時 時間關係就不接受大家的問題了 希望今天能夠給大家一些 不論是創科和科學精神 都有一個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們第三講 將會是幾多日 1月 第一個星期六 第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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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7號 1月7號 我們1月7號再見大家 第三講 由許博士志講 繼續講創科精神與元宇宙 多謝大家 多謝 謝謝 謝謝